她是千古一帝 十六岁便横刀立马 名扬天下 运筹帷幄 赴父亲李渊 登基为帝 父亲 与其这般战战兢兢的活着 倒不如顺应民意 兴兵起义 以弊威我 而此时 又正是要父亲转活为福的 天赐良机啊 世民 今日 就是家破人亡也有你 殿家为国 也都有你了 去吧 孩子 不先放心 世民一定 不让您失望 可父亲猜忌兄弟系强 逼迫他发起了明洞历史的玄武政变 世民 你 你这是何意 在此 恭候大哥多时了 世民你 大哥 别废话了 还看不明白吗 快 快跑啊 风狗小鸣 他 只是个女人 他可是一般的女人 我真的后悔你 好悔你 听了 微诚 微诚之言 杀了你 杀了你啊 世兄篡位 人说他薄情 可他亦是痴情种 后宫多少家里嫔妃始终念念不忘的 是那一抹明镜欲制的清淡身影 父亲 世民 还其父亲 收回成命 世民 都这么久了 乌忧 还是有乌音信 难道 你就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乌忧会回来的 我有感觉 要是乌忧 十年不回来呢 二十年不回来呢 难道你就 不会的 我说过不会的 乌忧 吓坏了吧 没有 我有感觉 感觉你 一定会没事 可我吓坏了 怕 我会撑不住 撑不住见到你 撑不住 说 对不起 哪有对不起 你我之间 永不说抱歉 皇后千岁岁岁岁岁岁岁千千岁 他是大唐第一后 端秀从容 会邪玉米 智慧绝伦 十三岁嫁于李世民 十年皇后生涯 以超群的智慧 影响了大唐初期的清明政治 怎么了 有心事 是 有心事 有了好久 陛下 才看出来呢 什么事 什么事 我都会替你办到 真的 那么 就请陛下勿与长孙家过度荣丑 反要更加严格约束 否则 长 长孙大人求见 臣 拜见陛下 乌佑 咱们 要不要他起来啊 此春宵一刻之时 胆敢前来搅扰 这长孙无忌 要该当何罪啊 该当 死罪 这秋快过去了 便该是寒冬了 是啊 日子 过得真快 殊非可知 这夜 为何要落 到了时节 自然要落 是啊 到了时节 既是落了 便落了 待得明年再生 树 还是今年的树 可夜 却今已飞足了 皇后娘娘这话 淑妃 倒听不懂了 妹妹出身高贵 无为其所不为 无欲其所不欲 想必该是读过的吧 无为其所不欲 无欲其所不欲 皇后教会 淑妃记下了 要真记下才好 莫负了陛下信任 可要真真当得起这个 书子 她是她的爱妻 是红颜知己 更是灵魂的依味 江山与美人 她更想只守一身的 只不过是那样洁净的 一个女子 陛下 陛下 怎这般 拿掉孩子 什么 拿掉孩子 为什么 你的身体 承受不起 现在的我 定是憔悴多了 没 没有 我的无忧 永远 永远都是那 没夜空安然的脚跃 低心结色 令菜心相捧 永不 永不离弃 永不离弃 母仪天下的尊荣重绩 大唐第一后 锦以继柔韧的背影 独绝千古 父皇 母后呢 怎么 四儿都找不到 母后 去了一个更美的地方 休息了 太累了 四字怪 不要 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吵母后了 好不好 那母后 什么时候 回来呀 为什么不带 四儿一起去呢 四儿 不管吗 父皇 您为什么不说话呀 四儿 想母后 父皇 也想母后啊 敬请期待 由喜马拉雅iPhone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因为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作者 悠然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Phone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因为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一集 李世民永远也忘不了 贞观十年的那个夜晚 绸云惨雾 风雨 气迷 让他 一个拥有天下的帝王之心 空空如也 从此 他再看不到那轻疏的身影 再听不见 那婉约的规劝 他的一生 金鸽鸽鸽 纵横 真容 却终也抵不过命运 梁月下 行单影之 肆意成为习惯的孤独 纵有后宫家里三千 粉黛如云 在他的眼里 也不过是过眼清烟 色味全无 也许 唯一能够慰藉他的 便是那游自助力的高台 站在那里 他 便再不是他 那个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 而只是一个寂寞 空虚的男人 独自哀伤地 眺望着爱妻 长眠的朝礼 陛下 您在看什么 魏征的一句话 让他再次红润了眼眶 低垂的眼睫 浸视着暗流的悲痛 淡淡而言 昭陵 这 想再听一听皇后的声音 魏征似是恍悟般 点了点头 可表情却是漠然的 哦 原来陛下是在望昭陵 嗯 你看 李世民伸出了右手 指向远方 暢往的夜空 映着忧伤的弧线 孤了 悲弃 那就是周礼 朕想 皇后也在看着朕吧 魏征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貌似努力的远望着 却没心紧促 陛下 陛下说罪 陈老眼昏花 看不见 看不见 怎么会 就在那里 李世民 李世民到他是真是没有看见 便再次伸出了手 熟练的指了过去 可魏征却仍没有抬头 目光沉落在李世民的脸侧 深邃避 深邃的意味悠长 陈还是没有看见 陈只看得见 县灵 县灵 李世民一正 望向了他 眼中忧伤的光芒 瞬间凝结 冰冷的寒意刺人 你 这是什么意思 陛下 臣也深知 陛下与皇后娘娘 情深爱重 可是陛下如此的思念皇后 恐怕 多有不妥 我 我大唐 以笑为贤 臣请问陛下 这情深爱重 可比得上父母恩神 李世民的脸色悠然一沉 层层骤痕 静凝着悲怒之意 在眉宇间穿梭而过 凛冽的 邓相未争 天下 怎会有如此不解风情之人 他不懂 你说的 不无道理 但 你可知道 生我者 父母也 知我者 却只有 皇后 魏征 自知他 言下之意 却仍旧撇开了冷硬的眼眸 假若不懂 皇后娘娘贤德 慕以天下 臣速来敬住 可也正因如此 臣 才会有此一见 李世民又是一阵 望着他毫无风月的冰冷的脸孔 静自宁眉而思 臣 再问陛下 说皇后娘娘得知了陛下您 如此哀痛的思念 又会 做怎样的说法呢 李世民心中 骤然一抽 眼中的薄霜 顿如冰雪般碎裂 魏征 说到了他最疼的地方 是啊 无忧是这世上 最爱他的人 若他能有之 定会比自己 更加难过吧 他想 朕 知道了 明日 就拆掉磁台吧 可是魏征 他 已经在这儿了 又要如何拆去呢 李世民说着 便指向了心脏处 悦然眼底的幽七之意 凛冽着 无边无际 那一夜的凄凉 肆意凉透了他的心 空空的立正殿 了然无畏的后宫 都让多情的他 从此心无所异 生命竟是如此儿戏 如此的经不得风雨 他本以为自己是坚强的 可脆弱却偏偏漫无边际 他再也找不到红裙曼妙的乐趣 再也寻不见歌舞生平的欢愉 尽管他仍享尽天下美女 后宫也仍旧繁花似锦 可那一天 却把一切都悄然地改变了 在那之后 宫中只有一个孩子出生 是巧合还是刻意 没人知道 雪月风花对于他 似都已失去了往日的情味 所有活着的人都再比不得 那已逝去的灵魂 他试图寻找他的影子 在任何人身上 他最大的儿子和最小的女儿 甚至与他 哪怕只有一丝相似的女人 难道是上天的惩罚吗 惩罚他一生过多的杀戮 还是惩罚他 终没能好好地陪他 回想起他的包容 他的澄澈 绝艳无边的杨淑妃 万种风情的小杨妃 惊为天人的伟贵妃 艳若桃里的阴德妃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的脑海中 只能浮现出 纯如净水的他 他只盼 他能够知道 他爱他 胜过任何人 却苦笑 再无几乎 父皇 母后呢 怎么四儿都找不到 李世民望了望怀中的小女儿 润湿了眼眶 他轻抚着女儿柔软的发 就如他母亲般 让他心疼地眷恋着 母后去了一个更美的地方休息了 她太累了 四儿乖 不要再去吵母后了 好不好 年仅四岁的 静阳公主 自不能明白父亲的意思 寒水的杏眼 不解地上下眨洞 硬咬着父亲的伤痛 那母后什么时候回来呀 为什么不带四儿一起去呢 四儿不乖吗 李世民微微苦笑 深黑的眼眸 更加暗沉地射向了远方 就无力回答 这么多年了 纵是戚风 纵是苦雨 他都始终陪伴着自己 可如今 回眸而望 却只剩下满目萧条 彻乎冰凉 父皇 您为什么不说话呀 四儿想母后 静阳公主稚嫩的声音 更深地刺痛着她 她轻抚着女儿粉嫩的小脸 却藏不住眼中 支离的心芒 父皇 也想母后啊 她的声音 低沉 暗哑 甚至哽咽 那父皇 就去把母后找回来呀 雪儿以后再也不让母后生气了 李诗明深深一叹 紧搂住女儿 却仍只是苦笑 这是孩子多么单纯的愿望啊 可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 竟无能为力 如此的讽刺 睡吧孩子 你睡着了 就能看见母后了 静阳公主眨眨眼睛 依在了父亲怀里 果然努力地要使自己睡去 可李诗明心中却更加酸涩 她突然感到自己也不过是个凡人而已 挥不去想要挥去的 一留不住想要留下的 宫阁暗伤 惨绿萧红 一切皆为天意 就纵使一国之君又能如何 也终是忧人难挽 空雨寂寞满心 在孤独面前 记忆便有显得清晰 当时正值大业年间 李渊因与隋阳帝有怨 故被贬太原留守 举家迁往了太原 那个时候 李诗明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意气风发 桀骜张扬 天生一张俊拔非裔的脸 不知魅惑了太原城中 多少的名愿归秀 上门说亲的就已是不嫌 可每当李渊夫妇对他稍意提起 李诗明就总会旁顾左右 刻意的回避 令谁也无法揣夺到他的心思 虽说他现在年纪尚轻 但终也是到了试婚的年龄 总是这样漫不经心的 难免让人心急 你看看世民 一天到晚骄傲得跟个什么似的 好像天下女子都配不上他的样子 都是你 从小惯坏了他 李诗明接连拒绝了三门婚事 惹得李渊甚为恼火 不仅对妻子斗士抱怨了起来 可斗士却只是浅叹一声 摇了摇头 唉 只是我惯着嘛 你不也是 自他八岁时 与你偶谈过一次兵书后 你便不知要如何捧着他了 我要是说上两句 你就反要与我为难 这会儿却又怪起我来了 斗士则那的语气 让李渊一正 顿时语色的吞吐了起来 这说市民呢 你又扯受我干嘛 你说 咱们市民会不会是有了别的心色 不然 怎也不可能就一个也看不上啊 斗士浅浅一笑 眉宇间却带了些嘲弄的神色 哟 你这啊 可算是看出来了 我本是正要和你说的 你却数落起了我的不是 这才又验了回去 这依我看呢 这孩子心里怕是有人了 哦 李渊身眉稍斩 倒似是来了些兴致 还真是吗 这倒极了 真不知是谁家的姑娘 竟有这般的本事 斗士无奈地轻叹 低眉而笑 想李渊纵使操心 恐也只是瞎操心而已 你呀 真是粗心 你就不见咱们市民 成日地就往高家跑吗 你到他 就单只是和吴济那孩子要好吗 依我看呢 怕不尽然 高家 不是还有一对 如雕似玉女儿吗 对呀 李渊顿时恍悟般亮耀了眼眸 烦躁的情绪 四眼悄然地卸下了眉心 高家的女儿 李渊不由地暗喜 若真是如此 那可是好 莫说与高家是门当户对 向来交好 就是高家那一双女儿 先自欲制的 却也配得上市民 心里竟不仅有了些许的期待 正如斗士所言 李市民自从来了太远 便一直与住在高家的孩子 长孙无忌 颇为投缘 两人常在一起 久而久之地 出入高家 便已如自家般随意 高家人也渐渐地 不再把他当作外人 这日天气晴好 李市民便约了长孙无忌 和高家的姐妹外出打猎 如常的 他都会早些来到高府 站在回廊里 以着回廊的七柱 悄悄地 偷望着高府的花园 若说着高府的园子 虽是精致 却也并没什么独特 一样的碧林修竹 历早春趴 与自家的比起来 倒也未见得强 可他却每一次 都要久久地停留 宁谋而逝 不是看那春光秋色 木云仓树 而是那碧树下 林音里 静坐于石桌旁的女子 几乎每天的这个时候 他都会坐在那里 或安适地持书而读 亦或是潜宁的 对其名思 虽是相仿的年纪 却似多了几分 空忧的寂寥 想想该是一年前吧 自己是同样地来找吴迹 也亦是同样地 站在回廊里 那是他第一次 注意到那个女子 那天的她 独坐在院落里 似是怀了些心事地 俯弄着摇琴 琴声从从 灵由于鲜鲜的玉指间 低隐浅肃 迷茫姑气 令人闻之 不禁悲怯 顿声萧瑟之意 自此 她的眼神 就暂难离开 那个抚琴的女子 来往于高府之中 自也从习惯 变为了刻意 只为能够远远地望她一眼 如此而已 纵使她眼中的自己 并与常人无异 在干什么呢 这么出神 不知何时 长松无忌 已经站在了身后 随着她的目光 好奇地望了过去 却并没有注意到 李世民黯然的神色 是的 今日的园中 景色依旧 却读不见了 那迟疏的女子 令李世民的心中 顿感落寞 似是缺少了什么般 无意地凝促起了眉心 没什么 走吧 李世民只是淡淡地 应了一句 虽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绪 可打猎时 却明显没了心情 纵使高家姐妹 如何的花枝招颤 竟也换不来 她一个浅浅的笑容 可是自那之后 一连几日 她都再没见到 那个女子 她是怎么了 是敢变了习惯吗 还是另有原因 李世民心中不免忐忑 却又暗自有矣 自己这是怎么了 就会如此地牵挂 如此地心念着她 可她呢 就怕是从来都没有在意过自己吧 她想 虽然怕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 但她却终还是没能忍住 刻意地问起了无忌 无忌 怎么最近都没有见到无忧妹妹呢 李世民突然地问起无忧 倒让长孙无忌有些意外 侧目望向了她 怎么 你常见她吗 她要不喜欢热闹 本就是不常见的吧 长孙无忌探究的话语 让李世民略显尴尬地 憋过了头去 撤开了关切的眼神 却仍不甘心 不常见 又不是不见 问一问 不行吗 李世民突然地正色 让长孙无忌一正 随而便是一声轻笑 竟自带了些嘲弄的口气 行行 谁敢跟你说不行啊 她最近身子总是不好 所以少出门了 多时在房中休息 你呢 自是见不着她了 病了 李世民一惊 这一层自己倒是从没有想过 心中丝丝的涟漪 顿时便轻慢至了高扬的眉宇 竟忘记了掩饰 原来 那个令她犹势难忘的女子 便是长孙无忌的妹妹 无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英卫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英卫 为您播讲的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二集 李世民 关切的神色 无意地流连于眉心 倒让掌孙无忌 看出了些端倪 难怪她每一次 都要呆呆地望着花园了 还以为 是什么奇花摇草 竟如此地吸引她 原来是醉翁之意 不再久啊 掌孙无忌 会心地一笑 却没有说穿 反是顺应了她的心思 嗯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还是先去看看 无忧的比较好 昨天她都没什么胃口 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了 要不 你先等我一会儿 无忌言语间地故意 李世民自始无心细体 眸中闪动的光泽 却游自雀跃着 进而跟上了无忌 不紧不慢的脚步 还是一起去吧 也好 一起走 无忌心中暗笑 侧目看她 恐怕她并不知道 如此着异的掩饰 才返回令人更深怀疑 李世民是第一次 踏进无忧的房间 扑鼻而来的是 丝丝沁人的蛋香 屋中的布置 亦是安适简洁 仅衬着主人的雅致 无忧微笑着 悠悠倒茶 脸色却不似病中的叶叶 微疏的浅袋 轻描于郁炙的眉骨 笛腕缠绵地 直勾入李世民心里 二公子 无忧端着茶杯递了过去 却不见李世民伸手接过 不禁轻唤了一声 李世民这才回过神来 忙接了 可眼光却仍如那清茶中 零星的叶片般晃动着 略显紧张地磨蹭起清华的悲体 似乎还在戏玩着 无忧残留的余温 长颂无忌见了 心中却难免暗喜 自和他相交以来 如此无措的神情 他倒是头一回见到 但他终还是忍住了 窃窃的笑意 假作出一副 突然惊觉的样子来 哟 你看我这迹象 舅舅今天让我去找他 我这事都给忘了 世民啊 今天呢 我不能跟你出去了 要不你就先回 要不就再跟无忧待会吧 我得先走了 长颂无忌说着便站起了身来 李世民一愣 但随即隐去 自是满心乐意的亮耀了眼眸 啊 那你快去吧 我这刚来 就陪无忧妹妹待会再走 长颂无忌心中暗笑 却并未多露声色 只是故作匆忙的去了 二公子有事就去忙吧 哥哥小提到做了 还老二公子来看我 无忧亲浅的一句 去令李世民不知如何接话 只是默默地回头看他 这些年和他虽也是常见 但如此的单独相对 怕还是第一次 妹妹 只是在下读破令吗 无忧撬眉清书 淡化了其间的眷锁 笑容亦是浅淡的 二公子说笑了 只是不敢耽误二公子 二公子 真是别扭的称呼 对于这三个字 李世民突然感到由衷的厌烦 他为什么总要如此客气 每一次见他 他的话都不多 却都得体地漠然 矜持地疏远 似是近在眼前 却又似远在天边 飞烟若云 遥不可及 什么耽误不耽误的 今日来找无忧 也就是到郊外骑骑马而已 可你看 他倒是走了 李世民尽力压下摇晃的心波 和企图的眼神 唇角青阳 故作镇静 其实 这样总是待在屋子里 没病都会带出病的 妹妹该多出去走动些才是 就如今日 天气这般清好 妹妹却为何 要将自己 灌于房屋之中呢 如此辜负了上天的一番美意呢 无忧 秀洁微山 澄清的同眸 似是有了些许颤动 无意地望向了窗外 是啊 春光莫复 自己若只是待在屋中 未免空气 纵有诗书相伴 也只是徒增寄疗罢了 无忧流盈地转眸看他 他的眼中 却运接着药木的光滑 挺鼻俊翼 博唇风流 果然是个滋容绝世的男子 难怪高家的姐妹 讲起他来 都会显得那般的赞叹了 李世民见他似有动容 赶忙趁热打铁 在天上一句 妹妹看 本来我是兴致颇好的来找无忌的 可他却好 一走了之了 真是败心 今日啊 可真是难得的好天气呢 说不出去游玩一番 就太可惜了 我看妹妹也正空的话 倒不如 我带妹妹出去走走 只是随便地走走 李世民终怕太过唐突 话语的最后还是抢白了一句 可无忧却早已听出了他言语间的刻意 心中不免好笑 这样的遮掩倒与他冷峻的外表不甚相符 于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李世民并没想到他能答应得如此轻易 反倒显得准备不足 一路上千马徐行 竟忘记了言语 无忧倒是不太在意 只是望着浅灰的天空 心中暗笑 还说什么天气情好 这空谋的散雾中 明明就凝结着潮湿的味道 想着想着 笑意便不觉间浮上了嘴角 妹妹笑什么 无忧轻扬的嘴角粉带奄然 牵动着李世民注目的眼神 无忧侧目望他 卷翘的睫毛扇动着轻某的乙轮 隐隐闪闪 没什么 笑着情好的天气啊 李世民眼眉微抽 顿显菌色 颤膝着唇角 想要说上两句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怎么会这样 想自己一向的舌风如火 可为何在他的面前 却如此哑口无言 雨色在唇 下雨了 无忧轻伸出手 几点盈透的雨滴 便落在了鲜柔的指尖上 李世民望着他 眼中的浅雾就如这天色般迷蒙 心却晶亮了起来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他想 李世民眉峰暗条 刚刚的窘迫 不觉间 变化为了唇边的一抹脚侠 这个窗外 李世民是常来的 自也熟知周围的一切 便带无忧来到了最近的停落碧雨 刚刚还只是经典的雨滴 此时却已交织成了细密的莲幕 雾蒙蒙的满坠香气 无忧慢捋着脸边的柔发 轻视着飘落的雨滴 眼睫微垂 似还凝着细碎的凉屑板 盈盈点点波舞浮流 李世民不由自主地 便走到了他的身侧 默默望着 眼神流转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放肆 可却仍不能移开沉醉的目光 无忧似也察觉了他的注视 甚至可以感到他温热的呼吸 向来平静无波的心湖 竟自泛起了莫名的涟漪 有意地侧过了头去 妹妹冷吗 李世民稳步地逼近 并无忧色索的身躯 顿感浮飘 一股生腾的热气 自身后漫卷而来 将他紧紧地包裹着 竟无处可逃 二 二公子 不要再叫这三个字 李世民舒缓地打断了他 呼吸却急促了起来 紧贴在无忧暗香的柔丝上 为什么 为什么你对我总是这么冷淡 还是 你对谁都是如此 每一次见到你 你都少言寡语的 甚至 甚至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为什么 无忧只感到一阵炙热的灼火 扰乱的心神 他的体温融入骨髓 射人心魄 竟是自己不能经受的魅惑 他知道他应该睁开他的 可身体却动弹不得 失去了坚持的意识 我 我哪里敢看你 你是多少名愿闺秀眼中的佼佼者 想看你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怎还需要我无关紧要的一双眼睛 无关紧要 李世民心中一凉 唇角边却掀起了一条自嘲的弧度 原来 我这一年多里所期盼的 竟是一双无关紧要的眼睛 一年多 无忧秀眉微醋 却将他话语中的深意 层层剥离 难怪 难怪他今天的举动 这般迥异 言语间也是那般刻意 原来 原来如此 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自己呢 虽然自己和他也偶龙见面 可终归是不熟的 难道 就仅仅因为自己从不看他 想到这儿 无忧的心中 竟是一片色染 若真是如此 那 便只不过是他的骄傲罢了 二公子 二公子所期盼的 也许就只是一双眼睛而已 无忧的默然让李世民一正 不解 他既让自己这般热烈地抱着 可为何言语间却仍字充满了思思良意 暗自凝结 妹妹 对我有成见吗 李世民似也提出了他话语间的意味 苍劲的手臂慢慢松弛着 浸透出落寞的情绪 其实 无忧眼前也是一阵迷乱 就如亭外 欺然飘零的细雨般 纷繁地交织着 在他松开手的瞬间 心中竟是更难解析的纠缠 好冷 无忧细弱的声音夹杂着雨声 令人饥不可闻 李世民正沉落在一片黯然之中 自也没能体会出 他细雨中的寒意 只是迷茫地望他 无忧浅浅一笑 唇边却添了几分映然的自色 刚刚才暖了一些 可现在 好冷 亭外依旧阴雨连绵 可李世民心中 却骤然间 云散雨些 他轻起的胶唇 似是挤开了浓浓的雨雾般 令它豁然开朗 他小心地伸出手臂 再次圈紧了他肖软的胶躯 默默而语 现在你 还 冷啊 无忧没有言语 亦收起了唇边的笑意 不可否认 有一瞬间 他是看不起自己的 竟沦陷的 就沦陷的如此轻易 待细雨见止 李世民便将无忧送回了高家 他看得出 无忧心里 似仍有些疑虑 隐约难消 但他还是带着满心欢愉 回到了家中 脸上亦是任如何遮掩 也终不能去的笑容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娘 在看书呢 怎么不去屋中 李世民经过院落 远远的就望见了母亲 便走了过来 豆氏见儿子脸上挂着一片盎然的春意 自也露出了相仿的笑容 屋中太闷了 怎么 你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情吗 似乎很开心的样子 有啊 自然是有 爹呢 李世民随意的答着 却显然还并不想坦白 镜子转开了话题 豆氏便也才恍然的拍了拍额头 忙道 哦 对了 你爹刚才还在找你呢 好像心情并不是很好 我也就没敢多问 现在该是在书房吧 是吗 那世民先去看看爹 豆氏点了点头 李世民便向书房去了 李世民来到书房 只见李建成已经站在了一边 两个人的表情都似凝霜般的沉重 这是怎么了 李世民不解 爹 大哥 出什么事了吗 李渊阴沉着表情 望着一脸茫然的李世民 一叹 皇上 过几日就要到太远了 李世民眼眉微书 一记轻轰 尝出了一口气 那就迎接啊 父亲 可以如此忧愁 现在的皇上喜怒无常 前几个日子 仅因为一梦 便要拆都大兴 而且一手桃李阁 已让皇上对我心生芥蒂 这次寻醒 怕是没那么简单 一个不周 说不定 就会要了全家人的命啊 说到这儿 李渊显得更加担忧起来 父亲 担忧何用啊 只要我们一切入常 怕他作甚 李世民一脸的不屑 对于隋阳帝的种种行径 他早已愤愤于心 李建成望着二帝 摇了摇头 亦是一声轻叹 二帝 所谓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 他既可因一梦而迁都 就怎报 他不会因一句话 而动了杀戏呢 再者 皇上对咱家早有杀戏 难道你忘了当年 咱们若不是陆玉贵人 侥幸逃过追杀 又如何能来到太原 这 这怎叫父亲不担心呢 李建成的话令李渊频频点头 可李世民却仍是微扬着嘴角 一声轻笑 父亲 世民倒不这么看 眼下事事离乱 流寇四起 世民认为 此次皇上寻星太远 非但不是来找咱们的麻烦 反而是来拉拢咱们的 哦 怎么讲 李渊一惊赶忙追问 父亲 在这盗贼四起之时 皇上也正是用人之计 龙门一带以务端而为首 横行作乱 来势汹汹 请问父亲 皇上此次前来 会是何用意啊 李世民反问的一句意味深长 令李渊眉心微斩 体会着他话语间的深意 可心却还是放不下去 沃尔说的虽是有理 可是 父亲 李建成也突的打断了李渊 四眼恍悟般的动摇了想法 二弟说的 我看确实在理 况且 我们担心他要来 不担心他也要来 那么 我们只好做好万全的准备 伺候周到 又怎怕他紧急寻仇呢 是啊 李渊心中悟的一书 慢捋着寸长的胡须 轻轻点了点头 的确的 既然担心与否他都要来 那么 又何必拥人自扰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因为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集 随扬帝一寻幸太远 只搞得人心惶惶 李世民自也忙碌了起来 那日之后 竟再也没有见过无忧 无忧心中本就是游移不定的 这样一来 起伤的心情 便更加摇摆 无忧本以为 自己是不畏寂寞 不惧孤独的女子 可这几个日子 却有险的空寂 她一样的 会在午后 独坐于园中心 却已不似往日的静默 她会在 有意无意的 望向回廊 偶能见到 哥哥 却终不见 那期盼的身影 期盼 无忧突的惊觉 自己 竟是期盼的吗 怎么会 怎么会呢 那 她呢 是认真的 还只是冲动而已 在太原逗留了几日 杨帝便决定 去焚羊公避暑 这些天 小心谨慎的应付 总算没出什么 差错 不出李世民所料 杨帝临行前 果然任命李渊 为山西 河东 辅卫大使 承担制定 郡县 宣布文武官员的 升迁扁退 还负责 蒸发河东之兵 讨伐群道 而这首当其冲的 就是李世民所说的 误端儿 李渊随即 便带着李建成出发 没敢耽搁 李世民 本也要随负前去的 可李渊却不肯 斗士 也留他 他自小 就是父母的心尖子 年纪也不大 自然是不放心 他去涉险了 李世民 落得无事 自来到了高府 许已是习惯了吧 这日 依然是闲静的午后 李世民 熟悉的穿过回廊 便静止 向园中走去 许久未见无忧 心中 竟是难以的悸动 园中 自是依旧的景色 家人 依旧在坐 可李世民 却凸得放缓了前行的脚步 渐渐停了下来 细细的微风 吹落了点点花容 飘落在无忧淡色的衣衫上 风黄雾病 眼柳浓烟 映衬着他明媚的笑容 本该是多么疑神的景色啊 如果他的对面 没有坐着另一个男人 无忧 李世民还是走了过去 打断了两人间 似是欢愉的对话 无忧的笑容 也悠然而止 似经似习 又似是幽忙地望向了他 只见他的眉间 引着明显的不悦之色 眼神亦是舒淡的 这位是 李世民纵是心有滋味 却也仍保持着惯有的风度 无忧 这才定下心神 赶忙介绍 哦 这位后公子 是舅舅顾娇之子 来家中做客的 说着又介绍了李世民 李世民有意地 瞟了那人一眼 见他不过普通模样 瘦高 却显得单薄 便只是客套的一笑 与他对立而坐 刚才在聊什么呢 那般开心 我没有扰了雅兴吧 李世民的语调顿挫 滋味十足 表情一如眼神般 薄霜微竭 风度嘛 却已是似有环无 突如其来的一个人 突如其来的不善口吻 道令贺公子一正 李世民的表情傲然 口气也亦是如此 于无声无息间 表达着自己不满的情绪 贺公子便没有答话 而是妄想了无忧 只见他的脸上 竟是更加复杂的神情 贺公子心思一转 似是已经想到了什么 实际的站起了身 啊 也没什么 就是随意的聊一聊 倒也忘了时候 想也是该走了 就 先走一步了 李世民嘴角轻勾 略有得瑟 礼节性的起身送他 心中却是念念有词 算是下 走得快 无忧似也提出了他不悦的缘由 翘眉清贫 微信的望他 二公子要么就是不来 一来 总就沉着一张脸 还如此怠慢客人 李世民见他略有择色 反噬一笑 啊 妹妹这是怪我不来呢 还是怪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况且 我不是客人吗 妹妹 无忧一愣 刚才还无忧长无忧短的呢 现在反又客气了起来 心中不免微竭 却不解他脸上的笑意 二公子你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的 哪有时候 难道还要人总等着你不成 等我 李世民眼中流光顿闪 探究的看他 唇边的弧度却更加盎然 你 在等我吧 无忧绣蒙威名 脸上顿如山花凌落 帮红衫 却不知如何回他 只是轻蔑过了头去 避开了他锋锐的眼神 李世民收起笑意 眉心稍斩 轻走到了他的身侧 脸上细血的神情 却瞬间转为了正色 以后 不要有那样的笑容 对着别的男人 他们会小如飞飞的 小如飞飞 无忧忍不住一笑 羞难中竟自带着 嘲弄的味道 我看不是别人会小如飞飞 而是有个人胸中不阔 再无端的胡思乱想吧 李世民自是听出了他的取向 却不以为然 还乐在其中的拉住了他 无忧一惊 轻正 却没能正开 脸颊未尽的红霄 更加匪灿农民 此时 恰巧高世莲夫妇 从回廊经过 看到了这一幕 高世莲惊诧地望望妻子 却既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 世民和无忧 高夫人也是略有惊涩 但随而隐去 反是惠心一笑 这倒还真是没看出来呢 世民那么张扬桀骜 聚了那么多桩婚事 都快把李夫人给急死了 却没想到啊 这孩子的心思 竟在咱家无忧身上呢 高世莲频频地点头 见露喜色 是啊 世民这孩子 可是不可多得的俊才 夫人 我看这回带李兄回来 咱们就去把这事提一提吧 无忧也是可以出差的年纪了 高夫人一笑 欣然地应了 李渊大圣雾端儿 得胜归来已有数日 本事无甚喜色 但 说了无忧与世民的婚事后 脸上便再是笑意难消 既是如此美好的姻缘 两家人自是没有拖沓的理由 都各自的忙碌了起来 可无忧的心里却顿感忐忑难安 自己的终身就这样被定下了 心虽是怨的 但却总是有个莫名的结 营绕其间 纠缠难解 直到大理的这一天 似都没能消除 其实 李世民早便看出了他的黄黄 却没有勇气开口问他 生怕他的俏脸上 会露出哪怕丝毫的悔色 那 都是自己不能承受的 白天的大理很快便过去了 夜幕一身 送去了喧闹的人群 引散戈兰缠绵的洞房之中 便只剩下了寂静的烛火 雾渍摇曳 忽明忽暗的 硬要着无忧的心事 无忧 还在担心什么吗 李世民坐在了床边 默默望他 他的笑叶减红 轻眸寒愁 水嫩的胶唇 艳液相容 竟是让人难成的飞翘 无忧的眼 清透饮水 却洋溢着思虑的哀愁 纠缠地看向他 没什么 只是想到了母亲 母亲嫁得是当时豪杰 又想尽了父亲的宠爱 不知有多少女人都在羡慕 可是 最后又怎样呢 父亲尸骨未寒 我们便被赶出了家门 不久 他也就随着去了 只剩下了我和哥哥 自母亲去世的那时期 我就告诉自己 多少风光都始终会散去的 日后 定要嫁个普通之人 过最平淡的日子 可你 不是 李世民一政 原来是为了这个 想长孙无忧 虽是幼宵魏将军 长孙盛之女 可怎奈命运多舛 自长孙盛去世之后 便被大哥安夜 逐出了家门 就是今世的成亲大礼 长孙家竟也没有派一人前来 连嫁妆都是高家所处 李世民心中一痛 喝连之意顿身 思思屡屡屡的 而恨夕在梅雨间 轻躺流连 紧紧地拥住了她 她向来不轻然诺 可对她 却有着承诺终身的坚决 对 我不是 可你在我心里 却更加不是 无忧地拥有着 无忧淡淡而笑 她眼中的热烈 其实早已是 她心游魂系的归宿 二 以世民轻按住了 她的胶唇 浅浅地望她 还想叫二公子吗 二哥 无忧心若水流 浅浅地重复 唇半尖的颤动 便不觉间融化在了 她慢卷的温柔中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李世民正当鸳鸯香暖 新婚燕耳 可莫测的风雨 却已悄然而至 隋仰帝 接到了一城公主的密报 使逼可汗 率领几十万骑兵 正策划着 袭击他的车架 隋仰帝闻讯 便尽速 驰入了燕门城 可不久 突厥的军队 却还是将燕门郡 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隋军上下 顿改惊恐万分 甚至拆毁了 数座民房 用于搭做 守护城池的材料 可最糟糕的是 城中有军 民近十五万人 然而粮食 仅够坚持二十每天 眼见燕门郡的 四十一个城池 突厥 已经攻下了三十九城 趁着气势汹汹 自始对燕门关 发起了猛攻 剑都已经射到了隋仰帝的面前 此时的隋仰帝 却哪里还顾得上皇帝的威严 抱着大王羊鎬 镜子哭肿了双眼 怎么笨 怎么笨呢 你们倒是说话呀 羊帝嗓音沙哑声色俱立 无措地扫望着殿下的群臣 眼中既是惊恐万分的交集 左卫大将军宇文树简壮 赶忙上前劝说 陛下 臣以为 应该挑选几千名精锐 尽快突围出去 方为上策 陛下 臣以为不可 纳言苏微停了 也突的站了出来 聚首城池 我方还尚有余力 而亲戚则是对方的长处 陛下是万圣之主 怎可轻易行动啊 民部尚书粉紫盖 频频点头 深表赞同 忙是上前帮鱼 陛下 在危境中 还可以侥幸保全 可一旦处于狼狈的境地 则追悔莫及呀 不如坚守城池 挫败敌军锐气 聚首之时 再征召全国各地的兵马 前来救援 陛下亲自抚慰士族 宣布不再征战辽动 重赏爵位 必定会人人奋勇争先 何仇不能成功呢 于世姬等人一见 也赶忙站了出来 表示支持凡紫盖的提议 并劝阳帝下诏 放弃征伐高丽的计划 专心对付突厥 以安民心 且要重重的悬赏 奋勇之势 阳帝宁美而思 虽是心有不愿 可怎奈 众口一词 县下里 又是身不由己的境地 便只好采纳了所有建议 于是次日 阳帝便亲自巡视了军队 同时下诏 招募天下之士 并承诺 重重悬赏 郡守县令 果然竞相复难 太原 自然也不例外 阳帝的诏书 发到太原 从小熟读兵书的李世民 自想去一展身手 若是从前的他 定会毫不犹豫 应目从军 可如今 他已不再是那个 无牵无挂的少年了 他已经有了妻子 有了家 且还是新婚艳儿 心中不免犹疑 吴记 陛下广招天下之士 你可听说 李世民也没清楚 语音微低 却并没有无忌 想象中的兴奋 自然哪 这般大的事情 怎会不知呢 难道 你不想去吗 李世民唇角微谦 眼神却投向了远方 似是引了太多的牵挂板 畅望着 虽说当今圣上浑庸荒野 可兄弟细强 尚且要外遇其辱 就怎能眼看的突厥人 如此趁虚而入呢 李世民言下之意 明显不过 可吴记却独不懂 他脸上的表情 那么既然如此 你又在犹豫什么呢 李世民浅笑着 看他 眼中却尽是迷茫之色 不久前 吴记曾说要入朝为官 眼看着便要到了离开的时刻 若当此时 自己再是一走 那恐怕吴忧 便会过于挂心了 你不是也要入朝为官了吗 前些个日子 吴忧因此难过了好久了 恐怕他长这么大 还没有如此远离过你吧 说实话呀 我还真有点嫉妒你 李世民的言语自是玩笑 可吴记却似触动了心事般 望向了远方 的确的 他兄妹二人虽是牺牲名门 可又怎奈命运多折 他又如何能舍得下妹妹呢 但 家国理想 自是容不得太多儿女情长 况且 妹妹已有终身之托 自己也大可以放心了 一定要去吗 李世民见他不语追问 言语间自也暗含了不舍之意 毕竟他们是从小玩大的兄弟 吴忧轻轻点了点头 胆笑 是的 世民 记得几年前 你曾经对我说过 太阳太小 而天下大 当时我便觉得 我长孙吴忧 没有白叫你这个兄弟 也决定了一定要和你一起 干出一番大事来 可这要做大事者 又怎可仅仅局限在太原呢 所以 至少我 我一定要去 吴忧恳切的目光 令李世民一惊 亦望向了他 他的话明显的一语双关 既是回答 却也是提点 是啊 眼见着如此破败的山河 自己又怎能安于鸳鸯紧张之中呢 李世民心思斗定 微扬起了嘴角 好 估计 说得好 明日我便启程迁去宴门 希望回来之时 我们还能见面 吴忧只是倾向 此时的眼中 一眼的些许离别之色 见不到 就怎么样呢 总会有见到的一天的 二人相视 多年兄弟的默契与了解 皆已了然于胸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因为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因为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四集 第四集 李世级的 李世级的 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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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能不让他心中了然 有话和我说吧 不然我先说 无忧微笑着转入内室 李世民自也随了进来 映入眼帘的却是床上 尤为明显的紧断包裹 李世民心中一抹望向无忧 眼中却尽是亚异的光泽 无忧却只是浅笑 凑颖的轻愁转瞬 便化作了宽慰的神色 燕门虽并不遥远 但真不知天气如何 二哥又喜爱干净 我便在内多添了几件衣服 二哥可莫要嫌烦呢 无忧 李世民轻呼 亚色渐散 心却迷离了起来 原来他早已在不觉间 窥知了自己的心事 想想无忧 一向的冰雪圣人 此举虽是意料之外 又何尝不是情理之中呢 李世民动容地拥住了他 却没有言语 那样他触动更多的是自己的仇序 次日 李世民便赶往了燕门关 他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之部 此时的燕门已微如雷软 李世民来有数日 对于形势自有了一番了解 寄生心迹 却苦于无从开口 想他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又有谁会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呢 故他决定直接去求见主帅 云定兴 云定兴倒是见了他 眼望着这个少年上下打量 却只觉得他俊意非常 并没其他特别 心中不免暗笑 那是唐公李渊的二公子 叫李世民 是 李世民随应 那你求见本帅 所为何事啊 云定兴微挑着眉峰 似显得不以为然 大人 我有退敌之计 退敌之计 李世民简浅的一句 惹得云定兴仰头大笑 自带着嘲讽的味道 哈哈哈哈 好好说来听听 面对云定兴不屑的口吻 李世民却没有动声色 只是低潜而言 大人 小人的计策倒也简单 只需大人多带上些旗帜 军骨即可 哦 云定兴不解 诧异追问 怎么讲 大人 势必 可汗既敢举国困我天子 便 必定以为我方仓促 而无法救援 过 我们自可在白天 展开惊奇几十里 连绵不断 夜里 则筋骨相闻 悬天阵地 敌人定会游移 我方大批援军已到 自然也会望风而逃 否则 敌众我寡 对方若全军来战 我军必定无法支持 再者 趁突厥犹豫之际 我方也可赢得更多的时间 此一举两得 不知大人以为如何呀 李世民言语之间 物字带了傲然的口吻 着意地看向了云定兴 云定兴果然僵住了脸边的笑意 不屑与傲慢 一化为了惊叹 哎呀 真是后生可畏呀 在如此无计可施的万难之际 这个计策的确甚妙 云定兴便没做耽搁 立下决策 一言吩咐了下去 转而便赞许地望向了李世民 他曾肃进李渊之子 可却没想到他如此年轻的儿子 竟也有如此的谋虑与胆破 好啊 好小子 李世民 我记住你了 若解了这燕门之围 本帅定然记你一宫 李世民没有言语 只是客套的浅效 对于这些 他显然并不在意 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之计 突厥兵健壮 心中果有纪律 不敢妄动 在突厥 可汗的妻子是可以参与军机的 阳帝便趁此时机派出了使者 向益城公主求援 益城公主便对石碧可汗言 北部边境告急 史碧可汗听了 本就犹豫的心 更加动摇起来 李世民的移兵之际 果令史碧可汗犹豫不定 趁此时机 东都和各郡的援兵 便已到达了心口 史碧可汗见识不好 只好下令解除了兵围 突厥兵虽已退 但下去了魂魄的阳帝 还是将信将疑 便派人前去侦查 山谷中自已空无一人 早不见了突厥军的影子 阳帝这才松了口气 浩大喜功的他 便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 竟下令派出两千骑兵 再后追击突厥兵 结果随军追到马翼 倒也俘虏了突厥的老弱 两千余人 围困季解 阳帝自食大喜 摆下酒宴 盛宴群臣 云定兴带着李世民 自掩在其中 可李世民年轻 只能坐在墨西 云政君 朕听说 这次能够等到援军 你是立了大功啊 阳帝端起酒杯 对向云定兴 一饮而尽 云定兴赶忙起身 恭敬的应成 陛下 臣不敢鞠躬 此次燕门之为得解 还多亏了太原留守 唐公李渊的二公子 李世民 正是他虚张声势的遗迹 才令突厥军不敢妄动 给我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李世民 阳帝小声叨念着 笑意却舒淡了不少 在为太子之时 他便素于李渊不合 再加上一首 李带阳星的陶礼歌 便更使得满城风雨 阳帝甚至对李渊一家 动过杀心 谁是李世民呢 说着 阳帝便着心地扫香了殿下 只见木座之中 站起了一个少年 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陛下 小人李世民 阳帝眸光一定略有惊涩 没想到他竟果然如此年轻 回想起寻幸太原之时 自己倒真没有留意 好 好 果然是自古英雄 出少年呢 李世民一击 谢恩坐下 阳帝雨虽是赞 却轻描淡写 李世民自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而四周的喧嚣 则更是让他心生感慨 人们肆意忘记了几天前 被困得窘迫 各自逍遥着 酒醉人臣 可李世民却不敢忘 如此欢腾的场景 反令他更加感叹 山河的破败 百姓的困苦 突厥的铁骑 不知何时便会卷土重来 无辜的百姓 不知哪日 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可以阳帝为首的这些权贵们 却似皆不曾想 每个人都只顾着展舞羊歌 夜夜生平 又怎不令人痛心呢 想到这儿 李世民不禁轻叹了一声 这位公子为何叹气 李世民抬眼看去 只见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子 盈然地站在了自己身侧 想不想出去透透气 李世民还未及言语 那女子便转身而去 似是满怀确定般 勾翘着眼眉 李世民四下望望 稍作迟疑 可这里的气氛 又的确令他窒息 自己坐于不起眼的地方 想也不会引人注意的 他想 于是便起身随了出去 小姐是 大胆 李世民化位出口 便被身边的侍女 立声打断 这位是平云公主 还不见礼 平云公主 李世民一惊 望向了她 淡淡夕阳之下 余晖应要 四更衬托了 她与生的角色 金黄的裙摆 也雾字飘然地 凸显着她的高贵 不可否认 的确是位 忍溺的丽人 在想什么 平云公主 也争自 傲然地望着她 那层层袖水中 流淌着 淋淋的诱人波光 近溺着 李世民 丢碎的眼眸 可李世民 却只是 亲浅的一笑 不以为然地 攻下了身去 原来是公主 真是失礼 平云公主 见她回避 心下不免一冷 言语间 也无意地 促及了起来 罢了 本公主 在问你话呢 如何不答 在想什么 李世民 眼眉微才 冷然地看她 她何其聪明 怎会想不到 她想要听见的回答 可她 却说不出口 这位骄傲公主的高贵 艳绝 在她看来 都只不过在 应衬着国家的聊困 与衰败 百姓们过着 苦不堪言的日子 她凭什么骄傲 国家落魄到这种地步 她又凭什么高贵 李世民的脸色 骤然一冷 别过了头去 在想我 纯如净水的妻子 什么 平云公主一惊 眸色力寒 李世民的话 着实令她意外 你 你有了欺世 李世民见她惊讶 却略有得色 不错 令公主失望了吗 我本该说 公主您 角色清诚 念我想如飞飞之类的话 对吗 大胆 身边的侍女 再次齐口 声诉着李世民 和平云公主 却是一蓝 荧幕看她 只见她 幽媚的眼光 镜子带着 傲然的神色 挑衅而来 是她生平 所被遇到过的 但 同样骄傲的她 却又怎甘示弱 看着别的女人 像自己的妻子 这 本公主 还从未听说 难道 她竟要比本公主 还要漂亮吗 李世民倾向 眼光却仍是傲然的 她 自然没有公主 这般丰扰角色 却比公主 要成澈了许多 公主 自来比比看 平云公主 又是一惊 秀眸厉厉 顿生窘迫之意 成澈 她是在讽刺自己 还是有所暗示 不得而知 便只是 按压下了心中的怒意 信信而语 是吗 那 她可真是个幸运的女人 李世民冷笑 眼神却悠然间柔和了起来 不 我才是 性别的男人 平云公主 心中莫名一痛 似失落 又似不甘地 决然忘她 她 竟没有折服于自己的美丽 更没有攀附自己的高贵 她本该作色的 可心中 却任如何 也不能生分 是吗 那就希望我们还能再见了 说着便撤开了眼眸 扬眉而去 望着她飘然的背影 李世民确实一叹 我在做什么呀 竟把对杨帝的怨气 发泄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何必呢 算了 下回 若知还能见到 再想到道歉便是 更何况 自己也确实没有骗她 凝望着她的野燕 她脑海中漂浮而过的 的确只有无忧的清零 杨帝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移在东都洛阳 太原公子李世民 智退突厥千军万马一事 便逐渐传开 捷豹流于太原街巷 自是满城隐喜 但却都市李家 不见丝毫欢愉之气 饭尽满了丝丝两意 自李世民走后 斗士便突然重击 本以为是偶感风寒 却不想并来如山 眼看着气色渐弱 已是钥匙无异 镜子不起 也只有无忧来时 斗士的眼中 才会泛出微弱的光芒 无忧深知 那多是对李世民的思念之意 故便时刻相伴于床前 不敢寸离半步 李世民从燕门赶回 自去见了李渊 李渊正在与李建成 在厅中接待来访的刘文靖 见李世民回来 惊喜之中自有一番嘘寒 说过一阵话 李建成便突地拉过了李世民 眼却望向了李渊 爹 您和刘先生聊着 二弟才回来 想一疲累 我就随二弟先去了 李渊点点头 自提出了他的用心般 凝促着深眉 李世民何等心系 怎看不出父亲和大哥的迥意 故刚一出厅便开口问起 大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李建成眼洁微低 却只是哀哀而叹 二弟 快去看看母亲吧 自你走后 母亲就染上了重疾 你知道母亲最疼爱你了 她日夜的担心 这病便怎么也不解好 就怕是 只等你回来 什么 李世民一惊 镜子停下了脚步 紧盯着李建成的眼 也顿感模糊一片 李建成早知他会如此 心中虽疼 却不得不吻下心来 默默劝他 走吧世民 在母亲面前 可千万不要这种表情了 李建成毕竟年长 十几岁 字也要成熟许多 他轻拍着李世民的肩膀 希望多少能给他些安慰 李世民的心沉痛着 脚步也一时如此 甚至走到了母亲的门口 都不敢迈进半步 李建成一剑 忙拉住了他 向内而去 快走吧 母亲日夜都盼着你了 李世民舒展着眼眉 稍作震惊 大哥说得对 母亲日夜的都在盼他 而他的脸上 又怎可留有过多七色之意 令母亲难安了 况也许母亲 只是担心过度而已 并没大碍 也说不定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因为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因为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五集 娘 李世民进到屋来 轻换了着 他尽量地压制 可声音 却还是哽咽了 豆氏 微睁开双眼 侧过身来 那熟悉的语调 他自能辨析 是 是世民吗 是 李世民轻硬着 看见母亲如此虚弱 刺痛之下 还是哭出了声音 无忧在豆氏床前 已照料数日 见李世民回来 本该喜出望外 甚至喜极而泣的 但 此情此景 却终止能化为 清浅的一句 二哥 娘 一直都在担心你呢 无忧轻撑住豆氏的身子 默默望他 李世民也跪在了床前 颤抖着 拉住了母亲冰冷的手 娘 世民不笑 让你挂心 豆氏摇摇头 抢挤出一丝笑容 没有 看到你回来 娘的病 就好了一大半了 你看 你不在啊 娘多坏呀 竟把无忧 累在身边 看着他呀 就像看着了你一样 你不怪娘 累到了你的新娘吧 娘 无忧不累 无忧愿意 无忧见豆氏抢颜欢笑 心中更痛 病他之间 数日照料 豆氏的病 他最是知道 他能够坐起来 孔已用尽了最后的绵力 娘 我又是您的儿媳妇 替我照顾娘是应该的 世民怎么会坏娘呢 世民将母亲的手 紧紧贴在了脸上 泪水不经意地滚落 温热着母亲冰冷的手背 豆氏心中一酸 蒙蒙望她 却已累在南京 上天待她 还是不薄的 她想 自己终还是等到了她 已经够了 足够了 不哭 我的世民 长得这么英俊 哭起来就不好看了 娘可不喜欢 豆氏虚浮地喂她 却无力继续 李世民心中饮痛 泪水慌不择路地 暗自汹涌着 却说不出话来 李建成站在门边 意识满胸酸涩 母亲眼中渐弱的光芒 让她顿感不安 赶忙向听众而去 应该是把父亲 找来的时候了 她想 尽管她也不愿相信 眼前的一切 不要哭 不要哭 我的世民啊 最坚强了 娘 只喜欢看到世民的笑 让娘再看看世民笑 好不好 好不好 豆氏的身子 以明显不知地向下倒去 李世民赶忙抱着了她 却哭声更甚 娘 娘 你只要好起来 世民才会天天都会笑 才天天都会 娘 李世民 李世民话音未息 豆氏的手便以悄然间滑落了她的肩头 李世民心中悠然一沉 悠夜的声音更加淒哀地颤抖了起来 娘 娘 娘 李世民轻轻地唤着 继而大喊 音乐者紧紧抱住了豆氏 无忧 因是掩面而泣 想要开口安慰她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自己 也曾失去过母亲 也曾深印其中的悲弃 那种痛 此至今 还有寄于心 李渊也一匆匆地赶来 见到李世民气不成声的样子 自已了然了一切 他赶忙跑到豆氏床前 抱过了她 望着爱妻 早已苍无血色的脸 一阵老泪纵横 会想当年比武朝亲 似还晃在昨天般清晰 可如今 却只读剩下自己 色处难尽 建成和袁吉 自也在旁哭成了一片 豆氏去世 已出嫁的女儿秀宁和女婿柴少 自也诉从京城赶回 李家上下一片乌业 却谁也不敢多余 李世民的表情最是凝重 眼神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子 无忧看在眼中 却隐痛于心 自豆氏魂王的那天起 李世民便再没有哭过 不掉滴泪 亦不尽些时 无忧担心 这样下去 他迟早会无法支持 而害病倒下的 毕竟 他也非钢筋铁骨 连着几日 李世民皆不尽水米 欲结于心 快泪难消 终是属忧成疾 无忧从未见他如此憔悴 俊一的眉山不再非拔 深忧的眼眸 却更显苍暗 整个人都消瘦了 近来更是连药都再不能进 还是没有吃吗 无忧望着未动丝毫的饭菜 不禁秀眉微醋 丫头懦懦地点了点头 回道 是啊 一口都没吃 怎么办呢夫人 还从未见过二公子 这般模样 无忧眼洁微低 轻叹 意识无奈的神色 你去吧 把药端来 是 丫头一眼去了 无忧坐在床榻边 挨挨望她 却紧不住眼中的泪水 李世民似有察觉 双目微张 眼眸中 却仍不见丝毫微光 向你 担心了吧 无忧垂手 释开了脸边的泪水 轻浮了她 知道我会担心 还不快些好起来吧 李世民郁郁看她 紧扣住她的手 却是苦笑 我也想 她 当初的确是不想吃 可现在 就真的是不能吃了 吃什么 都会吐出来 无忧仍是清炭 水目寒愁 尽是染冻的心痛 二哥 正所谓 欲结于心 气就不散 实意难消 若二哥真想 那么 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二哥若总是这样 又在无忧的心里 唉 无忧没能说下去 已是哽咽了声音 李世民心中也疼 却无力喂她 自成亲以来 自己给她的幸福 似是太少 想着便将她的手 按在了胸口 深感歉疚 此时 丫头一端来了药碗 走至床边 无忧赶忙站起 伸手接了 我来吧 丫头便将药 递给了无忧 并去扶起了李世民 慢一点 无忧嘱咐着 小心地 吹了吹药水 送到李世民唇边 李世民张口 吹了 却顿感猴肩 苍流汹涌 但 还是忍着咽了下去 无忧微笑 只要她肯喝 就一切都好 李世民见她笑了 便更加努力地 想要咽下第二口 可这一次 却没能如愿 每次进食之际 那种莫名的感觉 还是涌了上来 嘴唇麻木的 没有任何知觉 猴肩 也窜流着 丝丝偶艺 果然 又如网刺般 送进嘴里的药 又沿着嘴角 轻躺而下 无忧盲用手帕擦了 泪水 依然诉诉 还是 先拿下去吧 我真的吃不下去 李世民一字一顿 声音亦是虚浮的 无忧无奈地望他 始终觉得他大多是被心魔所扰 之前因为斗士的先王 而几天都不曾进食 病倒以后便更加找到了抗拒的借口 他不是吃不尽 只怕是根本不想吃 或许连他自己 也未必知道吧 无忧看看手中的药碗 这样不行 他告诉自己 至少要让他把药喝进去 身体才会好 无庸煽动的睫毛卷翘着 流转其间的泪意却凝结于心 化成一阵冲动之情 镜子端起了药碗 清寒与口唇之间 无忧 你 你干什么 李世民苍白的脸顿显金色 却无暇反应 无忧的唇便已轻柔在了自己唇上 一柔动了自己萧条的心 那是怎样的一口穷浆玉叶 竟会如此甘甜轻烈的 压制着那暗自汹涌的抵抗 甚至再无力反击 无忧 李世民欠然地望他 却流露着感激的情质 无忧没有言语 双家匪备近身 却仍自端起了药碗 无忧 李世民一拦伸手阻他 无忧 我 我快自己来吧 无忧浅笑将药递给了他 药出入口 那莫名之流 却仍物质澎湃 可为了无忧 为了他轻斩的笑容 他却愿坚持 不再抗拒 我许过他幸福的 不是吗 那么 我怎么可以一血不振 徒令他担心呢 无忧 谢谢 李世民将药碗递给了丫头 动容地望着妻子 感激之色 轻流于眼表 却不能言 无忧 只是笑笑 浅窝中 自带了欣慰之意 谢什么 我们是夫妻啊 你痛 我便会更痛 若果真要谢我 就再不要让我心痛了 李世民轻抚他的眼角 四海盈有细碎的粉泪 柔长寸寸 兴亡如丝 恐皆是为自己而解 好 我答应 一辈子 都不再令你伤心 无忧浅眉微书 迎水看他 此刻并不怀疑他 许诺的真诚 可这一生 既已决定了要跟他 那么 即使是痛 又如何呢 无忧 日夜不离的照顾 终使李世民逐渐好转 又是那个神采飞扬 眸光熠熠的拼扎公子了 母亲的勇气 故是人生之伤 但也终抵不过无忧 温柔的俯视 经此重病 两人的心 似也更贴近了彼此 悲欢气和 再不能理 也许这就是夫妻间的感觉吧 再不是年少无知时的懵懂 无忧 这次多亏有你 不然 可不知世民这病啊 何事才能好了 世民的姐姐秀宁 不无感激地拉着无忧 其实 她与无忧是并不熟络的 她出嫁之时 无忧尚小 也并不似无忌般 常来家里 对她的印象 恐只是高家的 料料几面而已 姐姐这是说哪里的话 无忧为人妻子 这 不都是该的 无忧的口吻 略显客气 在说什么呢 秀宁刚要言语 却见李世民 远远地走了过来 坐在了无忧身侧 默默看她 秀宁见了 不仅嘲弄的一笑 镜子带了调侃的味道 再说你娶到了一位 温柔贤惠的好妻子啊 要好好珍惜 可别欺负她了 李世民眉风一扬 略有得色 无忧的知书达李 温柔和气 这李家上下 皆是赞口不绝 就连丫鬟下人 都亦是如此 她也自然面上有光了 那还用说 这是当然的了 李秀宁又是一笑 哼 瞧你得意的 无忧啊 我这个弟弟 从小最难管教了 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啊 你就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我看不必了 李世民赶忙打断了姐姐 温柔的望向无忧 脸上却仍自挂着得意的笑容 哇 还舍不得呢 无忧羞难的一笑 却欣然的望他 正如斗士所言 这样笑着的李世民 才是最迷人的 世民 三人正次说笑 一声几乎 却打破了这温馨的场景 回头望去 正是李建成 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世民 到处找你 原来你在秀宁这儿 弟让我告诉你 刘静文先生被抓起来了 什么 李世民一惊 什么罪名 与李民同婚 李民谋反 刘先生因此受累 李世民身眉紧皱 如今无忧不在自己身边 有些事情 不便与父亲商量的 自己便会去找刘先生 而今却发生此事 心中不免一阵愤愤 真是郁家之罪 大哥 我先去看看先生 你跟爹说 我回来再去见他 李建成点头硬了 无忧望着他匆忙的背影 心中竟有一种 山雨欲来的紧迫之意 李世民来到牢中 见了被囚的刘文静 眼中似有沉重之色 先生 委屈您了 刘文静抬头望他 却是坦然的一笑 当今事实 离乱难堪 若论委屈 那要从何论起啊 李世民不语 眉间的皱痕 却越发浓重了起来 刘文静看他 已然猜到了几分 二公子啊 两地无道 天下大乱 人都到这乱世出英雄 可是若要收拾如此残局 又谈何容易 没有汉高祖 汉光武帝之才的人 是不足以安定这个天下的呀 您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 只是人们看不出来罢了 刘文静的话风突转实是探讨 可李世民却果然硬了 实不相瞒 世民今日来看梦宁 可不是为了什么儿女情长 而正是与您商量大事来了 刘文静自始一笑 带了慧然的神色 他老早便看出 李世民绝非池中之物 甚至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 也说不定 不知先生有何看法 李世民并未明说 可刘文静又怎会不懂 畅然间便开始侃侃而谈 如今陛下难游将还 历密包围逼近东都 群道大概得以万来计 此时若能有个令人信服的真天子 来驱使奴家这些人 多取天下便是一如反掌之时 太阳百姓为了躲避盗贼 都搬进了城内 我做了几年的线列 非常了解其中的豪杰之事 一旦把他们收拢起来 可得到十万人左右 唐公率领的军队又有八万之中 一言出口 谁敢不从 与此兵力趁虚入关 号令天下 不过半年 帝王之夜便可成功了 刘文静说的慷慨 李世民心中意识激荡 频频点头 正是如此 您的话 当合我心 刘文静悦然而笑 不过二公子啊 您的此番大致 想必您的父亲 唐公他并不尽之吧 您又要如何去劝说唐公 来趁此天此良机 完成大业呢 李世民眉心一蹴 道路难色 这正是他所扰之处 父亲行事一向谨慎 又颇为固执 的确令自己无从下手 不知先生有何妙计 去找一个人 谁 陪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因为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音味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六集 刘文静嘴角微谦 却是正色之意 他与您父亲 旧意深厚 让他帮着 将您一直都在准备着的事情 一点一点的 透露给唐公 在唐公面前 每言几句 相信到时候 唐公接受起来 会比较容易 比市民眸色一闪 恍悟般的 露出了欣然之色 点头应着 多谢先生之点 先生也不用担心 带着市民 与父亲商议 别既可设法放你出去 刘文静只是一笑 并不以为意 与刘文静聊得投机 自是忘了时候 回家之时 已是晨光微露 斑驳的影色 透窗而入 打散在桌盘 欠人的衣衫上 淡然地 影措着 打散在桌盘 李市民不仅眉心微节 顿身喝脸之意 不由地便轻浮起 他雪木的柔丝 无忧似有惊觉地睁开眼 眉睫轻善 染动着 李市民色然的笑意 回来了 无忧亲浅的一句 似海带着整夜的倦意 令李市民心中一记 日后 还有多少个这样夜 让他等待呢 他不知道 无忧 以后若我回来晚了 你便先去睡 不要这样等着我 往回了身子 无忧一震 李市民的眼眸 雾字闪烁 眉宇间 也色寒了他意地 轻簇着 令无忧心念一转 突地想到了 哥哥临走时的情景 那时 哥哥独叫了自己 却满是正色的嘱咐 惹得他似懂还惑 可如今 却悠然间了然了一切 以后 好 以后都不会了 你自去忙你的 不必担心我 无忧的言语间 自带了层层异味 令李市民不解 定然地看他 无忧却只是 浅淡地一笑 倒换了为他的神色 哥哥临走前 对我的嘱咐只有一句 他说 无忧 你记住 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万不要成为市民的牵绊 当时我不懂 可现在 我懂了 李市民心头一震 震于无忧的默契 更震于无忧的了解 自己只是不经意的一句 却被他如此轻易地 窥知了心事 不要 我 什么也不用说 只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万不用惦念着我 无忧凝香的手 轻按在了他热烫的脖唇上 安抚地望着 李市民意识舒然地 牵起了嘴角 拿下无忧的手 却贴近了他的脸颊 深眸颤动 吻香丝甜 在彼此的唇半间 斐然地留脸着 李市民听从了刘文静的建议 将私房钱交于千龙山岭高冰莲 让他去与裴继玩赌 并故意输他 裴继也是聪明人 早知高冰莲定有用意 多方试探下 自明了了一切 老兄啊 你就直接说吧 那李二公子 是不是有事相求于老夫啊 裴继的话 令高冰莲一喜 这些天来 自己故意破绽百出 总算没有白费力气 终于可以转入正题了 这是说的哪里话呀 哪有此事啊 高冰莲还是客气了一下 可裴继却是狡黠的一笑 你休要瞒我 我不但知道他有求于我 就连这事情 老夫也已经心中有数了 哦 高冰莲有些好奇 裴公说来听听 老夫给你讲件事情吧 记得不久前 那刘文静 曾经约我到城上去看烽火 当时呢 老夫望着城上的烽火 颇为感叹 贫贱到如此地步 又赶得上世事离乱 要靠什么得以保全呢 而刘文静却只是笑笑 随着就对我说 形势是可以预知的 何必忧虑贫贱呢 老夫当时有些不解 就问他 刘文静便继续说 李世民不是一般人 性格豁大 如汉高祖刘邦 神态威武 如魏武帝曹曹 年纪虽轻 将是通史之大才 说实在的 老夫当时呢 也只是听听而已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如今看来 还是刘文静有远见呢 所以高兄 还要老夫再说下去吗 高宾连嘴角微挑 不禁感叹 裴公 在下真是佩服啊 裴继却一摆手 示意高宾连 不要尽说些客套之言 高兄就不必客气了 不知这李二公子 到底要老夫做什么呢 很简单 高宾连见他已如此明了 自也不必把话 讲得那般通透了 裴公与唐公的关系非常 二公子只需要裴公 动动口舌而已 动动口舌 裴继了然的一笑 好 老夫明白了 你回去告诉二公子 让他尽管放手去做好了 高宾连点点头 意识豁然而笑 自那之后 裴继倒也是尽心 在与李渊闲谈间 商事间 都点点滴滴地 透析着李世民的用意 李渊起初不愿听 可裴继何其聪明 言说之间 总是迂回地 说给李渊 李渊听得多了 自也逐渐失去了感觉 有时甚至还会和裴继 讨论一番 是要对李世民不闻不问 还是要出面阻止 还是干脆听之认之 裴继一字是要站在 李世民一边 故 李世民越来越明显地 招兵买马 李渊便假作不知 假然地游了他 裴继自也看得出 李渊的心 怕也在挣扎 甚至动摇之中 毕竟 阳帝治下的山河 已是满目疮痍 许是天意吧 这时恰逢王威 高君雅 抗击突厥不力 李渊幽患暗分 怕阳帝会借机 将自己一并知罪 故 便叫来了三个儿子 共同商议 李世民自是心中有数 且认为向父亲挑明的时机 已经到了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爹 你总赚什么呀 把我们叫来又不说话 李渊急年纪小 性情也最为急躁 见李渊不语 竟不耐烦起来 李渊则是更为恼怒的瞪向了他 你干什么 又急着找哪家姑娘去 成天没个正经的样子 您说什么呢 爹 李渊急速来知道父亲不喜欢自己 小声刀念着 却并不敢多言 而李渊的心事 李世民自是再明白不过 剑状赶忙转开了话题 父亲可是在为王威与高军亚战败一事而左右为难 李渊轻叹 脸上倒换了欣慰的神色 还是世民最知为福的心呢 说着便更加板起了脸孔 瞪向了李渊急 连李建成也跟着受累 再看看你们两个 一个成天就知道玩 到处惹是生非 一个呢 倒是本分 却一点不能为我分忧 你们啊 要是赶得上市民的一半 为父就知足了 剑成与元吉互看一眼 附语 李建成无故被骂 虽知李渊定是气化 但小二帝年幼之时 又是谁带着四处奔波的 孔父亲早已忘记 心中难免生了介怀之意 爹 您和娘从小就宠着二哥 您的想法 我们自然不知道了 李建成虽是不语 可以李元吉的性格 却万不会压下这种抱怨 哦 照你这么说 还是为父的错了 你们要是争气 为父 父亲 李世民见李渊动怒 赶忙拉住了他 劝道 父亲误恼 想三弟 也只是为父亲担忧 烦乱了 才口不择言的 父亲 咱们还是 先想想应对之策吧 李渊 瞪着李元吉 却是火气难消 想他们乃一亩之耳 怎就生了这般的差距 好了好了 要你在这也没用 想出去就出去吧 算李元吉再怎么鲁莽 自也不好再讨没趣 况还得以脱身 便赶忙 转身去了 这元吉 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李渊仍是怒气难平的刀念着 李世民见大哥不语 神色间显示也把父亲的话放在了心里 不仅猝起了眉头 父母自小的宠爱 本就甚知 又时常拿自己与二位兄弟比较 李元吉 且不说 可李建成 毕竟年长十几岁 且也是时常为父出谋划策的 被父亲这样一说 自尊上难免受挫 但此时 却不是思虑这些的时候 李世民谋色一转 顿将画意 引到了正题之上 父亲 当今之时 离乱不堪 群雄并起 如今主上 又是昏忧无道 百姓 困顿贫穷 近阳城外 都已经成了战场 父亲 倒是恪守小节 但 下有流寇盗贼 上有严刑郡法 您又要如何自处呢 所以父亲 李世民说着便跪了下去 与其这般 战战兢兢的活着 倒不如顺应民意 兴兵起义 以臂威瓦 而此时 又正是要赴起 转会为福的天赐良机啊 李世民直摆的陈词 令李渊大感震惊 思虑片刻 却还是带了养怒的泽色 世民 你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我 我现在就写下状表 去告发你这不孝之子 不忠之臣 李渊说着 便真欲取来执笔 可李世民 却是心中有数 并不担心 反是更加执意的沉稳着 父亲 世民观察了这天时 人事已到了这般地步 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若父亲 真要告发于我 那么 世民 也不敢辞死 李渊一证 他自然只是说说 本就无心写什么状况 况 他早已料到 李世民迟早会来劝他 只是没想到 竟是讲得这般直白而已 世民啊 为父 哪里会忍心告发你啊 爹只是恐你 年轻其生 口无遮拦 惹下事端 若你有个万一 那便如同要了为父的老命啊 你可千万要谨慎啊 话 可不能乱说呀 其实 自有了裴继的一番铺垫 李渊心里也早已有数 也并非没有思量过 所谓的新兵 只是在他看来 似还不是时候 李建成 站在一边 也是一惊飞小 望着这个从小就出类拔萃的二弟 竟有一种莫名之感 油然而生 李渊 虽是仍未松口 但却在多方努力下 救出了刘文静 李世民明白 那也许就是父亲的墓许 故便命刘文静 长孙顺德 及刘宏基一起 各自募兵 几日下来 应目之人已有万语 可正当一切 看似顺利之时 突厥的几万清迹 却从外城北面进入 从东而出 突袭了静养 李渊匆忙之下 潜人应战 终不能敌 派去的王康达 竟和众将士们一起 全部战死 一时城中人心浮动 惶惶不安 世民知道 外患不除 想要起兵又谈何容易 岁便去找了李渊 顿生大胆一计 父亲 世民认为 有一计可行 李渊素质儿子之能 眉头舒展间 自带了喜色 哦 我儿说来听听 父亲 如今的情景 和燕门之围 何其相似 那么 我们何不顾忌重演呢 顾忌重演 李渊一正 犹豫地望他 这 这可以吗 上次突厥 已然上当 又怎会重蹈覆辙呢 李世民 唇角一挑 浊然而笑 父亲会这般想 那么突厥人 就不会了吗 那样的话 反而更有所顾忌 不是吗 李渊 谋色微闪 但却仍是 犹豫之色 李世民也自知 此乃冒险而为 孔也正是 父亲的担心所在 孔 父亲 若不冒险 就如何能成其大事呢 李渊一阵 望向了儿子 他信心百倍的眼神 汹涌着激荡的情绪 竟是神色绝染 自己 又怎好博他呢 孔 此时此景 也却没有更好的计策可以 岁一坚定地点了点头 好 世民 就依你 谢父亲 李世民正要转身出门 李渊却叫住了他 世民 李世民回头 父亲还有何吩咐 李渊肃默地望他 却不仅溃然 世民啊 为父 昨夜慎重地考虑了 你的话 父亲 李世民 登时一席 正欲开口 李渊却没容他言 紧紧地攥住了他的手 倒显得一人 所以 世民 恢复考虑再三 身为 还是颇有道理的 故 今日 就是家破人亡 也有你 便家为国 我也有你了 去吧 孩子 李世民 眸色顿染 心中 意识荡然 有了父亲的支持 那么一切 就将会变得 更加从容 父亲放心 世民一定 不让你失望 李渊点点头 父子对望中 尽是勃然的野心 充斥其间 李世民 效仿燕门之围 夜里行军 白天大张旗鼓的 虚张声势 突厥军一箭 心中 果有目击 于是大批援军赶到 竟不敢妄动 浸脱围腹间 便决定 在城北 抢脱一番 自也不算 封手而回 华公子 现在怎么办 只有他们抢脱吗 一名小将在旁 父亲问他 李世民眼眉一条 意识热血上涌 哼 他们已然中计 此等享福军力 我们人手足以退之 又如何能容 李世民说着 便剑灰于空 兵士们 从四方 顺猛杀出 顺时 便与突厥兵 缠斗在一起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因为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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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将眸光 转向了李世民 所谓秦贼先秦王 便策马向李世民杀来 李世民定谋一看 却顿显压色 只见来人身形天然 弯异不吝点赞 我们突厥女子可若你们中原女人 我们个个都能骑马会射箭 那女子说着便拉满了弯弓对向李世民 李世民亦是举功而应 煞时间双剑齐发速度极快 两道寒光悠然极壮 只听到啪的一声 那女子的箭已脆然偏离 锒铛落地 可李世民的却仍自迅疾地 穿过了浓浓夜幕 牢牢插在了那女子的发际上 那女子顿时失色 美目触然地盈盈望她 不仅暗暗称叹 好剑法 你是谁 李世民高扬起张狂的俊脸 傲然一笑 李世民 那女子力谋微然 却似惊似疑地泥眉而道 就是替那杨广 解了燕门关之围的李世民 李世民点头而应 眸光中镜子带了炫耀的神色 没想到 竟这般年轻 那女子的声音 突然揉到了极致 在这繁距的夜斗中 竟不能闻 撤 突的一声令下 突厥兵赶忙有序地 闪至了一侧 那女子美眸微颤 竟从怀中 掏了一样药物 又如剑般的速度 致向了李世民 李世民侧身接住 张手而看 却是一件挂石 中间还相有一块透玉 转刻着一个烟子 李世民稍意迟疑 在抬头时 那女子毅然率众而去 大公子 追吧 穷寇莫追 李世民握了握手中的 小玉牌 下令返回 李世民自非不解风情之人 月夜吟笑 战火纷繁 一家人风姿楚楚 美誉相赠 还会是何用意 他本该心动如骨 撕乱如麻的 但却终止是 清浅的一笑了之 回到家中 尽是无忧的气息 桌上的小点 一散发着 丝丝甜蜜 无忧的脸 如瘟玉 浅笑着迎她 她知道 她定是在特意地 等着自己 无忧 这个给你 李世民坐于桌前 递过手中的美玉 无忧接了 一番细看之下 却是笑意浅明 这是女子所赠的 李世民稍作惊讶 将小点放回了盘中 慧然看她 你怎么知道 为何不是我所买呢 无忧将玉玄于空中 悠悠而语 二哥你看 这玉的做工考究非常 时所少见 且中间还攥着一个烟子 这分明是女人的名字呀 李世民轻轻摇头 细吻她的脸颊 眼眸中 尽是宠溺的颜色 无忧 别这么聪明好不好 无忧脸若非流 确实不语 反将美玉帝还给她 给我干什么 你也说了 这一看就是女孩子之物 李世民又递了回去 无忧 确实不接 二哥 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你就自应留着 无忧怎么能要 无忧还是将她 塞回到李世民腰间 她显然并未放在心上 不过二哥 无忧 有一事不解 你 不是去伏击突厥了吗 怎么会 怎么不会 李世民竟饶有兴致地 打断了她 言语间 似还引了调侃的意味 这玉啊 就是敌方主将的 所以呢 这般凶悍的女子 她有情 活可还无异呢 无忧秀眉一盏 却是淡淡看她 清浅地似笑非笑着 是吗 那 要是个温热柔水的女子呢 李世民笑容一脸 眉语间 竟促引了郑重的浅痕 久久宁她 会吗 会有比你 还温柔的女子吗 李世民的正色 道令无忧一正 水眸如流中 竟掩溺了感慨之意 思绪也亦是如此 冉冉地浮动着 二哥的前生 定是星辰 若非星辰 又怎会如此光耀地 夺日眼眸呢 李世民一漏 色她突软地画风 但随而 却是合影地朗笑着 更显清俊 是啊 我定是那星辰 那么 你就定是那安然的角月 若非角月 又怎会地心结色地 临灿星相捧 永不离弃呢 永不离弃 会吗 李世民舒朗的笑意 竟让无忧心中 莫名凄迷 人生之中 有太多难料之事 就纵如星月 怕也是殷勤无实 缘缺难遇 永不离弃 又谈何容易呢 李世民忙的一夜 也着实地饿了 便吃起了桌上的小点 他知道 那节是无忧亲手所作 津津有味些 竟没能注意到无忧 感触的神色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突厥冰区可硝烟未尽 近日的空气颇有些紧张的味道 李渊的身边眼线繁多 此番抗击突厥更使得人人侧目 如此下去 若要阳帝不知 恐是难上加难 一定要早做准备才好 刘文静想 堂姑 文静有一事 想与您和二公子商议商议 不知可方便 刘文静来到李家 环顾着四周的世人 向李渊隐隐暗示 李渊转手自然会议 你们都下去吧 没有招唤 谁都不许进来 只一会儿 世人们便纷纷退计 刘文静这才开口言道 堂姑 二公子 听说昨日 二公子又小胜了突厥一阵 李渊略带傲瑟的点点头 是啊 有何不妥吗 刘文静一笑 似有所叹的 望向了李世民 二公子 有何感觉呀 李世民一证 刘文静的话 他虽不进解 但老海中 却勿自浮现出那名突厥女子 自己对他虽无情义 但敬佩之心 却是有的 突厥人中 大都骁勇山战 甚至可以说是 全民皆兵 刘文静赞认 刘文静赞同的点头而应 刘文静赞同的点头而应 不错 全民皆兵 那战马如何呢 李世民一愣 眉心力收 似是谎恶般的亮耀了眼眸 先生是说 对 刘文静不带他问 便悄然的打断了他 这自古 既是战场之上得天下 便由以马匹为重 突厥相邦 之所以常年盘踞一方 其马匹充足 强健 罪是功不可没 所以 小人认为 说着便探究地看向李渊 稍作迟疑 却还是开了口 所以 小人以为 咱们倒不如 去和突厥结交 让突厥人 助我沾马 而我方 许他贤才 你可 增强实力 二嘛 也好暂避袭扰 倘公 意为如何呀 李渊心中一颤 拧了拧眉 却仍似未解 正字思量着 李世民 却先开了口 刘先生 这自然是好 可突厥人 是更加的野心勃勃 既与我大好河山 又怎能甘心与我结交 助我站马 李渊点头 意表赞同 刘文静却瞥然地 看看二位 垂下了头去 声音 也物资低沉着 他知道 下面这话若一出口 李渊必会勃然大怒 倘公 咱们 大客人一时之辱 假意臣服于他 以图这万年的 什么 李渊果实愤然起身 力声地打断了他 这怎能够 刘先生 兄弟细强 尚且外语其辱 你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我 父亲误闹 李世明知 刘文静必有下文 忙拉住了怒意横生的李渊 父亲 且听刘先生把话说完 刘文静也自始早有准备 忙跪在了地上 以表真诚 唐公 汉高祖尚且有白灯求和之辱 但 却并不爱他开创大汉朝的百年基业 况 咱们只是暂时臣服 遇及着乱世之困 待得日后 中原平定 小人相信 突厥 并不畏惧啊 此番话必 李渊倒是缓和了神色 的确的 而今的乱世 正是群雄并起 自己的实力 并非最强 若要逐入中原 却无必胜之能 故 与其次也平和了下来 那么 就算入先生所言 突厥人 难道就不会防范咱们吗 又如何能保 此行定能成功呢 若不成功 岂不反成了笑话 刘文静见李渊似有动摇 赶忙更进一步 唐狗 这 这就要看 使臣的能耐了 说着 便将目光 移在了李世民身上 此人 若具有过人的才华 出事不惊的胆识 随即应变的头脑 和冷静沉着的个性 那么 此行 又岂能不成呢 哪里会有这样的 李渊话音未落 便注意到了 刘文静 注目的眼光 似也有所领会的 收住了话音 梁九才到 市民 先生 是说市民吗 这怎么能行 说是不成 他们以市民的性命相写 我又怎么可能 借死不救呢 那 那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不会的 刘文静确然地摇摇头 已冤不解 为何 刘文静狡黠的一笑 镜子带了深刻的意味 因为 他是李世民呢 李世民心中早已激荡 听了这话 便更是一阵澎湃的 井然阵 先生 二公子 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吧 李世民一震 一收回了话语 刘文静坚信的眼光 就似流火般 撩烧着他放肆的野心 竟不觉间 飞扬起了嘴角 定然而言 不会的 转而便决然地跪在了李渊面前 父亲 就请派世民潜选 世民 定不辱命 可是 李渊虽素质儿子之能 但此行之凶险 尤为难料 作为父亲 他又岂能放心 父亲 李世民见李渊游以 忙拔出了身上的佩剑 忽然间 忽然间 便向茶桌 批去 茶桌 历时被断成了两半 父亲 世民在此立誓 此心若不成功 定有如此重 李渊心头一震 他自来了解李世民 见他去意 记忆坚决 恐自己若要横加阻拦 他不带一兵一卒 也会跟去的 那又何必呢 犹豫间 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 不过世民 一切都要以性命为主 不要太过勉强了 李世民 还剑入窍 笑意 也自奔然地舒展着 谢父亲 世民记下了 刘文静暂许地望他 眼神亦是炙燃的 燕门秦王抗击外敌 自婚后 李世民就从未停下 匆忙的脚步 此番初始突厥 更只带了少许人马 以示诚意 他虽不言此行之凶险 但无忧又怎能不小呢 故并没有出城相送 他自己的优色 反令他乱了心神 李世民自也懂他 成亲以来 一直地东奔西走 给他 给他更多的 他只是无奈地离分 但怎奈风云 但怎奈风云多变 世事难喘 无忧不是个交缠的女子 也一定会懂 他想 小叶 二公子走了几天了 该是 到了吧 无忧立于窗盘 静望树影 眼中疏离的光 遮掩了点点清愁 窗外景色依旧 可无奈 心境却早已不同 小叶 小叶自不会懂 只是轻笑着喂他 夫人才三天 您别那么担心了 二公子文武双全 定能平安归来的 无忧垂首 却是苦笑 小叶又怎知此行的艰难 没错 李世民的确才知过人 文武兼备 可双全 又怎能敌得过四手 那里 毕竟是突厥人的地方 李世民又向来的 争强好胜 这叫他心灵 如何能安之若素 夫人 外面有人要见二公子 丫头的传话 突地打断了 无忧的思绪 转头望去 什么人呢 不知道 来人只说 是二公子的朋友 是 是 是位女子 丫头的口气显然小心翼翼 无忧一听 竟也生了些好奇之心 是什么样的女子呢 怎会是二哥的朋友 无忧带着满心诧异 来到厅里 正见一名女子 华一偏然 低头而隐 旁边还站着她的侍女 只看衣着 便定是位颇有身份的女子 是这位小姐 找二哥吗 无忧的声音 似惊了她般 令她愕然 凌厉地抬手看她 却也似引了失望的神色 你是她的夫人吗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英卫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音卫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八集 无忧浅笑着肯定 从她的语声中 似遍出了酸涩的滋味 那女子也果然 高挑着眼眉 刻意地打亮起无忧 眼中的光泽 越发尖利地迎朔着 够然扬手 哼 原来这就是李世民 喜欢的女人 倒真是轻弱单贵呢 无忧自能听出 她挑衅的语风 但待客自不能无礼 便只是云淡的一笑 小姐谬赞了 若论美貌 又有谁可出小姐之诱呢 不知小姐找二哥 所为何事 那女子更是冷然地 挑起了唇角 浅糊轻钩 竟充盈了讽刺的味道 你们家的下人 还真有规矩呢 我找的是李世民 却给我叫来了她的夫人 该不是夫人你 定下了这样的规条吧 无忧仍是轻浅地笑着 眸光水盈 却不兴半点波澜 心 亦是如此 小姐说笑了 只是小姐来得不巧 二哥 于几日前外出 怕要过些时日 才能回来 出去了 那女子眼中 傲然地波光 瞬间便改了颜色 暗淡地灰蒙着 顿显空阔 去了哪里 这样的表情 更令无忧肯定了想法 像这个女子 并也是被星辰 迷要了眼眸 小姐悟急 二哥 只是出去办些事情 过几日就回来了 小姐既是二哥的朋友 若不弃 便暂且住下吧 待她回来 小姐也自能见了 那女子一正 却死不信 你留我住下 无忧点点头 笑容仍旧和善地舒展着 倒让那女子 猛然了 声音 竟也不觉间 柔和了下来 那 如此就麻烦夫人了 无忧浅笑 秀眉微淑 倒似引了调侃的味道 你看 这样说话多好 像小姐这般美貌的女子 说起话来 却多多逼人的 二哥 怕是不会喜欢的 你 那女子惊出满家焦红 却是满人 夫人 你说什么 无忧低谋 凝住了眼中的流光 笑容亦是浅明的 大家都是女人 女人的心事 男人未必会懂 但女人却一定会懂 那 那你还留我 那女子司更感惊讶 缘分这东西是既定的 如果她不是小姐的 我留下了小姐 她也仍然不是小姐的 可如果她是小姐的 我即使不留小姐 甚至把小姐赶到天涯海角去 那么 她还是小姐的 无忧的眼清透无尘 就仿似律曲世间 一切纷繁般 淡然而言 那女子正松了 眉宇间的傲瑟 一疏散而开 倒换了畅往的神情 是啊 缘分都是既定的 那么 自己千里迢迢的来寻她 又算不算是 一种强求呢 自出太原 李世民日夜赶路 不敢怠慢丝毫 总算来到了突厥 为急修整 便遣人 向史碧克汗通报 等待面见 史碧克汗倒也未做刁难 没过几日便派人来传 突厥帐内气愤诡异 李世民曾两次戏耍突厥大军 忍忍尽致 在座各位自是皆美好气 史碧克汗更是打量的看她 语气冰冷 你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早有准备 一礼 倒显得恭敬 回答哈 正是 史碧克汗冷哼一记 默然的撇开了眼眸 哼 那李渊派你前来 所为何事啊 李世民自知 他心有怨气 自己若要寒暄 反显得刻意 倒不如单刀直入 来得简单痛快 大汗 线下里中原朝中混乱 一军四起 想是大汗你 也一定有所耳闻吧 史碧克汗白了他一眼 心中更气 若非有所耳闻 又怎会冰出燕门 可不曾想 功亏一篑不说 反还成就了这个少年 不由的怒从中来 是啊 你朝天子无道 才令我突厥 视而不过 但不还是你李二公子 妙计一条 力保了阳帝吗 李世民没风暗挑 自听出了他言语间的择意 却并未惊慌 反是安然的一笑 原来 大汗是将这件事情 放在了心上 那么 世民此来 便更是来对了 哦 史碧克汗仍是冷笑 刹然的妄唐 眼中 却尽是愿闻其详的神色 李世民便趁势而言 大汗 一来呢 世民可以向大汗 当面赔罪 一时诚意 世民 当年年幼无知 助了无道昏君 而那昏君 不但不感念 反而处处于窝里 加为难 线下想想 真为当时的貌似相救 而备看不值啊 这二来嘛 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 世民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 说着便妄想了史碧克汗 实不相瞒 世民 正是希望 能与大汗永结盟好 请大汗助我李家 精诚的战马 以作战时之用 战时之用 这道大出史碧的预料 梅雨间 历时生腾起 惊叉的神色 莫非你们 大汗 李世民陡然打断了他 有些话 是不必说出来的 史碧克汗 眉心微竭 确实不语 显有动摇之意 李世民便赶忙 继续游说 当然 我李家 自不能白白地要求 大汗您的慷慨 我们自会给予您 十倍的银钱 以作回报 乎 与我李家结盟 与大汗来说 那也是有万利而无一害的 李世民 你休要花言巧语 李世民正抓着史碧贪财 耗力的弱点 大做文章之时 一个声音 却雾字响起 转手一见 却是一位年轻少将 拍案而起 力然地打断了他 我突击人枪马撞 若要入主中原 何须结盟 纵使要结盟 又为何 非要与你李家结盟不可 李世民 一起身望他 心思 却是斗转 夺步间 便已有了应对之言 将军此言 自是有理 可入主中原 大汗 就真的 有这个把握吗 如今中原 群雄各居一方 势力不均 却不乏强者 而突厥地处偏北 若要在中原 分耕而实 就岂是一事 当然 大汗 您若要逐鹿中原 自然是有这个势力 可突厥军队的战线 必定要远远 长于中原各方 到时候 粮草供给 必定是劳民伤财 这且不说 若在运送途中 遭遇到盟友的前后夹击 又当如何呢 但 若大汗与我李家结盟 却只需提供战马于我 我李家 必会定期奉上供物 以表敬意 而我李家的财力 想大汗 也是有所耳闻的 李世民一派慷慨 使逼可汗 亦是心中跌宕 眉间流淌着 浓浓的犹豫之色 李世民并未放过 这微小的细节 唇角按条 立时 衬涉打铁 故 大汗你 是要损兵劳民 还是要坐享其成 还望大汗 能三思而行 使必可汗心中一领 肃然望他 他自认平生阅人无数 可仅看不懂李世民眼中的光色 不觉间 便望向了身边的老者 却见那名老者 亦是目光迥然的 叮咛着李世民 李世民 燕门官细耍之主 今日 定要你加倍换来 使逼可汗 正子有矣 那名年轻将领 却以提刀而上 挥制了李世民身前 李世民一闪 这才知道 原来此人 参与了燕门之围 那就难怪会这般激动了 故并不敢怠慢 却怎奈手无兵器 只能闪躲而已 使必可汗见了 竟也并未阻拦 倒要看看这个少年 到底有多少本领 小小年纪 就想要翻云覆雨 那小将军攻得犀利 李世民亦是房的精密 二人缠斗多时 竟也难分上下 再过一呼 小将军却明显失了耐心 突的一个转身 抡刀下斩 竟此出了杀招 李世民一惊 倒出乎意料 所谓两国交战 不斩来时 本想他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 却不易 真会起了杀心 一个分神间 倒让小将军抓住了机会 一刀下去 闪躲不及 盾被挑破了胸前的衣机 怀中一物 自也随而飞出 亮耀着 掩去了杖中 溢溢的火光 小将军眼眸立明 赶忙顺手接住 细看之下 更是骇然失色 整个人都僵住了 李世民 此物 你是从何而来 小将军紧握着手中之物 眼中怒火更深 物质汹涌地喷勃着 李世民定肩看取 原来是那日阵前 托绝女子所赠美誉 倒显得不以为人 啊 是一位女子所赠 什么 那小将军听了 却更加激动的寒刀立衡 架在了李世民搏镜上 李世民一惊 心思斗转肩 肆意明了了他激愤的眼神 唇角神秘地微挑着 却并不言语 巴卓退下 此时 使臂身边的老者 终于沙哑着开了口 命令地言道 原来这个小将军 名叫巴卓 巴卓回头望了一眼 虽有敬畏的神色 却仍不愿退下 巴卓退下 使臂可汗见状 也赶忙立声赤他 巴卓这才将包放下 退至了一边 可眼神却仍自炙烈地 着靠着李世民 那老者展眉一笑 望向李世民 却未度丝毫生诉 李二公子 请先下去歇息 结盟之意 乃是大事 总要我发 慎重商议后 才可答复 李世民嘴角一扬 虽也是心中无敌 但声势上 却绝不落于下风 那是自然 世民静后加音 使臂可汗客套地点头 赶忙吩咐下人 为李世民安排了住处 巴卓 曾可 曾可如此鲁鲁 带李世民退去 那老者便 瞠怒地 伸斥着巴卓 可巴卓 却似没听见本 若有所思 并不言语 使必可汗 白了他一眼 直到他年轻气盛 没做他想 便转头 看向了老者 与师有何看法 那老者低头而叹 眼中光芒 就似被突得打伞般 梳理着 大汗 微臣全大汗 宁可放弃了那中原天下 也勿要与此人为敌 在座之人结为 在座之人结为之一金 使必可汗更是谋色历练 茫然地看他 还请军师明示 大汗 臣在中原多年 对着李二公子 早有听闻 不说别的 大汗只看他今日 楚乱不惊 反应几年 想到此人 一旦决心举意 这中原天下 就必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那老者 雨色平淡 却镜子充满了敬佩的味道 使必可汗 一直有片刻沉思 便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不错 不错 况且 那李世民还承诺上宫 何谓上宫 那不就是 臣服了咱们吗 大汗所言极是 且 我突厥地处 偏寒之地 若能得此强缘 也是非 大汗 不代老者说完 巴卓便愤然地跪在了地上 打断了老者 大汗 这李世民 是李月心爱之子 我们若以李世民为人知 对于李月 还不是予取予求 又何须助他成事呢 那老者怒瞪巴卓一眼 再看使必可汗 却似乎真有了动摇之意 巴卓这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老者摇了摇头 只深叹一声 不想多做争辩 大汗 微臣还是那句话 请勿要与此人为敌 使必可汗望望老者 要望了望巴卓 浓眉深醋 却也一时间难做决断 只好待他日在意 可一事后 巴卓却仍自怒气难消 手握着浴室 气势汹汹的 便冲进了李世民的丈夫 李世民心中早已了然 故也并未做太多惊讶 巴将军 果然是来了 为难御主人吗 巴卓被他一语道中心事 正松着 却反而失去了气势 尽自不语 李世民见了 盲视一笑 将军如此动怒 想着浴主人 定是将军心上之人吧 巴卓嘴唇微抖 顿生窘迫之意 脸上惊讶的神色 也越发明显着 李世民见了 并更加笃定地 收住了唇角 其实将军无需奇怪 这原因嘛 有三 一是 这狱的主人 乃是一名女子 二是 将军在议事之后 私下来找我 定是为了私事 三呢 这狱 乃人贴身之物 若非亲近之人 是定不会得知的 所以 分析之下 也就略知一二了 巴卓 明眸看他 不觉间 便消去了激荡的情绪 终是 开口而言 你的任何人 任何事情 都要做这样的分析吗 李世民摇头 自然不是 只对感兴趣的人 和感兴趣的事情而已 况 将军也无需介于心怀 这原因呢 也有三 一是 我与那名女子相见 乃是在战场之上 只有只言片语的交谈 二是 那日夜里 月光暗淡 我甚至都没有 看清他的模样 三是 也是最重要的 世民已家有娇妻 情深爱重 定不能否 他正在家里 这夜的期盼着 我能平安回去 我又怎能在此 做下这些风月之事呢 巴卓一震 这才仔细地抬眼看他 不可否认 其眉目舒朗 眷秀非翼 却是位足令任何女人 都怦然心动的男子 自己自认 资容不差 可在他的面前 却只有相行见处的感慨 李世民 巴卓凝促起身眉 情绪却已明显舒缓了许多 竟自想起了军师的一番言语 难怪 难怪军师说 宁可放弃那中原天下 也勿要与你为敌 李世民心中一颤 倒也是意外 可脸上却仍是一般神色 显得宠辱不惊 显得宠辱不惊 哦 是吗 那 那将军以为呢 巴卓默然地望他 眼中万般的情绪 复杂地纠结着 却没有答话 只是率然地 转身离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英卫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郑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英卫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九集 史比克汗思量了大半日 也没能理出个头绪 巴卓一站在一旁 暗自烦恼着 整个杖子 本就只有他们两人 这样一来 便更是静得出奇 只能听见 燃着的火盆中 发出痴痴的灼烧声 父王 听说太远的李世民来了 是吗 这时 一个清脆的声音 打破了整片肃然的寂静 一女子 娇俏地应声而来 巴卓赶忙拜生见领 可那女子却视若不见地 静直奔向了史比克汗 是不是啊 父王 史比克汗却显得不耐烦 是啊 干什么 父王就烦着呢 找你三王兄玩去 那女子 忙拉住史比的胳膊 撒娇道 父王 女儿自然是有事 才来找您的呀 阿里纳烟 父王这是宠坏您了 你能有什么事 比父王的国家大事还重要 史比克汗正在心烦意乱之际 自是没有心情 去理会女儿的痴产 竟然发起脾气 巴卓看着阿里纳烟 心中 却是暗自沉落着 颤颤地 掏出了怀中美玉 抖在了阿里纳烟面前 公主 可是为了这个 原来这玉的主人 就是突厥公主 阿里纳烟 阿里纳烟抬眼望去 却是一惊 赶忙夺下了她手中的玉石 脸上翡灿的如桃花般 片片凌落 怎 怎么会在你这 她 她呢 她正在等着大汗的大佛 巴卓心痛如脚 望着阿里纳烟 难见的羞怯之色 眼中光芒顿失 黯然地挥蒙着 阿里纳烟心下疑定 忙将美玉放回到怀中 白了巴卓一眼 却力谋紧凝着 盯住了父亲 父王 女儿要李世民 什么 阿里纳烟突无来由的一句 令使别可汗大出意料 呼吸 死都停滞了 只是圆睁着双眼 惊诧地望着女儿 嘴唇微颤着 却也是一时无语 对于女儿如此意外的要求 她显然准备不足 女儿要李世民 阿里纳烟见父亲陈尹 镜子毅然决然地重复着 整个仗中顿时静默 阿里纳烟是史必可汗的老来女 自小 凌厉聪畜 能歌善舞 又生得娇俏可人 是最得史必可汗喜欢的女儿 史必可汗悠然地望她 眼神却慢慢放柔 仔细思来 女儿看似无礼的要求 也许还真是见两全的美事 也说不定 若李世民真能娶了阿里纳烟 那么也就自不必担心 她得了事会反歌一击了 况自己年纪也大了 的确也已厌倦了南庄北讨的生活 若还能借此助女儿完成了心愿 又何乐而不为呢 想着便不禁亚瑟见消 阿里纳烟见父亲陈思 心中竟忐忑如骨 凡然乱笑 父王 李世民你也是见了的 您不觉得 只有他 才是这世上唯一能配得上女儿的人吗 瞎说 史必可汗 抚摸着爱女的头 哄然而言 怎么就是唯一了 你还小 现在男人少 就认定 他是唯一了 阿里纳烟 秀眉立扬 扳起了翘身上的小脸 竟有称色 那 父王就是答应了 史必可汗 嘲弄地看看爱女 却是宠溺的一笑 看把你急的 这女孩子呀 怎么也一点都不知羞 唉 算了 史必可汗起身 搂住略有黄旗的女儿 深眉见书 既然 是我的宝贝女儿喜欢 那父王 便成全了你 真的吗 阿里纳烟 历史喜上眉伤 卷翘的睫毛 灵动地呼闪着 那父王就是 就是也答应了 李世民的条件了 史必可汗 微笑着点头 他本就是要答应的 对于女儿的要求 才不过是个 顺水人情而已 那 女儿就谢父王了 阿里纳烟月染的神色 更深地刺痛了巴拙 在娇俏的语调 尖锐地 生生刺耳 就如冰雪般冰冷 寒凉地 凝结于心 可又能怎样呢 她是突厥高贵的公主 是草原的天之娇母 而自己呢 只不过是个 没有战功的将军 若非父亲为突厥战死 大喊感念 但凭自己的年纪 又怎能坐上将军之位 这样的自己 拿什么去和李世民整呢 哼 怕 只会败得体无完肤而已 巴拙的心猛烈地抽痛着 他左右不了阿里纳烟 但 却希望李世民 记住他所说的话 那曾说服了自己的 三点理由 次日 史毕可汗并未召集群臣 只命人担叫了李世民来 阿里纳烟自也坐在侧 李世民一进账 便认出了他 却未动声色 史毕可汗也未坐过多寒暄 倒也干脆 李世民 我们呢 经过生意 觉得你的话 也很是有理 所以决定 答应你的条件 李世民闻之 心中自然惊喜 可脸上 却仍旧是一副不变的神情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很快 就会令大汗知道 您做了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 史毕可汗刻他的点头 却画风突转 望向了阿里纳烟 这是我的小女儿 阿里纳烟 听说你们见过 你 可曾记得 李世民也忘了过去 阿里纳烟 那与中原女子 大不相同的 见眉性目间 近躺着爱慕的情色 波光淋漓 迷媚陋脆 本该是多么情窃的一幕 可怎奈 自己却连一丝心动也无 自然记得 公主金国不让须眉 当真令人佩服 是吗 阿里纳烟 翘毛一扬 荧光更善 那可要好好记住我 史比克汗爱宠的 啪啪女儿 又向李世民 忘了回去 那 李世民 你那么聪明 你可是 我何以如此之快的 便决定了结盟一事啊 李世民 谋色利明 他怎会不知 自看见阿里纳烟时期 他便已猜到了 史比克汗的附加条件 大汗是想说 因为公主的原因 史比克汗眉眼一弯 拢了赞许的音调 开怀而笑 哈哈哈哈 好啊 好个李世民 看来我烟儿 果然没有看错人 父王 阿里纳烟 休暖的低头 却眉睫微台 向李世民 偷眼望去 李世民 面如平湖 无波无澜 可心里 却早已翻滚激荡 他曾料想了 诸多困难 一做应对 但阿里纳烟 却着实令他意外 更没想到 他会是独鹃公主 这样特殊的身份 哼 让自己娶他 这万事不能 想他公主的身份 定不会作妾 那又要无忧情何以看 就算他肯 无忧肯 自己还不肯呢 平生最恨被人威胁的感觉 于是 心下一定 虽知自己化妥出口 必会令阿里纳烟尴尴尬非常 却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大汗 公主的厚爱 世民不敢当 什么 史毕克汗亦是意料之外 李世民化岁委婉 却显示拒绝的言辞 像阿里纳烟 从小自尊心就强 他如此当面的拒绝 定会让女儿倍感难堪 果然 阿里纳烟的眼凝质了 表情 一冷僵的双结 他虽想过 李世民或许会不喜欢自己 但 却万没有想到他会拒绝 即使只是为了结盟而已 你说什么 李世民 你再说一遍 史毕克汗冷抽着眼眉 表情一如草原的寒风般 冷笑着 你可要 想清楚了再说 史毕克汗声色俱力 怒火难尽 可李世民 却只是云淡的一笑 亦显得坚定不屈 世民想得很清楚 大汗 世民斗胆问一句 若非世民开出的条件足够诱人 大汗您 是深系突厥命脉之人 又可会为了儿女私情 而妄下决断呢 故 若要说公主 是此次结盟的筹码 倒不如说是 大汗把结盟 当作了公主的筹码 史毕克汗被说中意图 自觉面上无色 不禁暴跳 李世民 你 你好大的胆子 你就不怕 父王 阿里纳烟 突地打断了父亲 地蒙水波 层层而破 转手间 便已速速难尽 李世民 你 你就一定要这样说吗 就一定要让我知道 自己是多么可笑吗 公主 对不起 公主的厚爱 世民与其说是不敢的 倒不如 倒不如说是不能挡 世民 一家有嫌妻 情深爱重 万不能负 更加不敢委屈了公主 若大汗与公主觉得 世民今天无礼了 大可以重新考虑结盟与否 世民 绝不敢强求 李世民 一番胆壮心雄的凯然 更令史必可汗一惊 明明是他有求于自己 不是吗 但为何他的言语间 却处处站进了上风 压迫的自己 反而被动了 这不由的 使他想起了军师的劝解 李世民 你就真的 真的什么也不估计吗 李世民没风一扯 偏侧过头去 却不言语 已是态度的坚决 阿丽纳烟 轻逝去脸边的泪水 心却彻底沉落了 嘴角强牵着 渲然看他 就这样吧 父王 阿丽纳烟 因噎着声音 眸光渐散 倚子灰蒙的 飘离了他的脸 就像 李儿公子所说 父王本来也是要答应的 不是吗 在这 若是此事传扬了出去 李儿公子拧辱使命 也不愿许突厥公主 那 你要燕尔的眼面何存呢 史比克汗 深眉顿促 瞪向了李世民 他那副一成不变的表情 倒令人不由的怒从中来 但 国家大事 却非儿戏 自不可感情用事 若要答应了他 自己就是军上 任他中原杀的昏天暗地 自己也只需坐享其成 况 李世民若是赢了 那 便也是突厥的陈 可自己若要是不应 那么 不但失去了一份不菲的收入 且也确如李世民所言 线下里 中原局势混乱 自己若要兴兵而至 那 的确是下下之策 李世民 虽是他见过最无礼的使臣 可反复权衡之下 竟无礼搏他 好 好个李世民 这一次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李世民终是输了口气 其实 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博呢 就赌上了自己的咄咄逼人 可以震慑住对方徘徊的心 如此 就多谢大汗了 也 多谢公主 阿丽娜烟水眸一脸 冷笑着看他 谢我做什么 李世民 多少还是倩然的 傲瑟自也沉淀去许多 将一向冷峻的脸 抹成了柔和的颜色 公主 说世民的言语间 伤害了公主 还请公主 不要放在心上 放心好了 我的心 可没地方放那些无聊的事情 不过 阿丽娜烟走到李世民身边 尴尬与难堪 却瞬间化作了鬼秘的一笑 不过 怎么办呢 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 李世民倒是一惊 父王 燕尔先告退了 这一次 阿丽娜烟 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青阳的衣妹 过着意味深长的雨风 飘然间 便以夺帐而去 喜欢 阿丽娜烟说的 竟没半点遮拦 甚至羞难之意 也无半分 这样的女子 李世民虽是见所未见 但终也不过是清浅的一笑 如此而已 平原公主在李嘉宜逗留数日 无忧对她虽是照顾周全 但却走有着莫名的不安 营绕心头 久久难笑 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家 每一处的花草 甚至空气 都是他们的 在院中 偶能看见无忧 持近浅笑 那一向无懒的眼中 竟也会顿生涟漪 是啊 李世民那般的俊逸风流 想甜腻的话 也会说不少吧 她想 小姐 平云公主正自沉思 侍女静儿 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打断了她的思绪 什么事啊 这样的慌慌张张 一点规矩也没有 奴婢该死 奴婢 静儿跑得太急 气息还未能喘云 便轻拍着胸口 赶忙调试着 快说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李世民回来了 平云公主 秀眉微抬 眼神字也不绝间 充满了喜色 可静儿 却摇了摇头 不是的小姐 小姐您知道 静儿是太怨忍 刚才 刚才趁着出去 为小姐买东西的时候 偷偷回了趟家 静儿说着 便停顿了下来 去看平云公主的脸色 自是怕她会有责怪 平云公主 又怎能看不出 她那点心思 赶忙急道 恕女无罪 快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英卫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YouTube频道 招花稀释 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哪些您想听的小说 请给我们留言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正生雅音工作室主播 音卫 为您播讲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第九集 静儿这才敢开口 小姐 刚刚静儿回家 听说 听说 静儿的大哥 要去鹰木丛军了 平云公主 谋色历练 白了她一眼 还以为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呢 竟惹得她这样慌张 那又怎么样呢 大好男儿正当壮年 必应报效国家 怎么 你还舍不得吗 不是的小姐 静儿赶忙抢白 却又显得小心翼翼 小姐 听说 我大哥要去的是 李家的军队 什么 平云公主惊得 历时僵直了身子 眼神也明智了 你 你说什么 你是说 李家私自募兵吗 静儿 懦懦地点了点头 细细而言 而且 而且小姐 您知道 李二公子她 她去了哪里吗 哪里 平云公主 眼波纠缠地望着静儿 思想 却是断续的 静儿不觉间 便低下了头去 平云公主 那样的眼神 竟令她不敢直视 我回来时 特意去问了 李家的下人 好不容易才问出来 说是 去了 突厥 突厥 平云公主的心中 一阵激荡 顿觉疼痛难尽 仿佛天都压了下来了 她身为皇家公主 这种事情 自是再明白不过 更知线下里 已是一军四起 举不胜举 但 她却怎么也没能想到 一年前 还就自己 与燕门水火的李世民 竟也会是其中之一 与突厥成功结盟 自是大空一见 消息传回太原 使得李渊满心迎喜 但是 整个李家的欢愉 却更使得平云公主 凄凉难尽 自己 到底是为何而来呢 为了她的桀骜吗 为了她的冷漠吗 不过是笑话罢了 自己在她心里 恐只是个 娇奢的公主而已 纵有再多情意 怕也只能催成 轻蔚两地 流于残梦 空显得 无凭无义 静儿 静儿 收拾好没有 好了 咱们就走 平云公主 攥紧了手中的信件 却怎奈 心事难记 眼望着窗外一束锦花 也只能畅往而已 静儿从未见过如此的公主 却不知如何喂她 好了小姐 那咱们不等李世民了吗 平云公主苦笑 等她 自己凭什么呢 不等了 也许 咱们就不该来 那 要不要去和她的 夫人说一声 静儿 问得小心翼翼 生怕更加触痛了她 平云公主 却只一叹 嘴唇微颤 眼波却停止了流转 她的夫人 是啊 她的夫人 她的心里 恐只有她的夫人而已 自然要去 这是礼 平云公主眼洁青山 却撕去了手中的信件 小姐 你 别说了 走吧 她即使看到信 恐怕 也记不起我的样子 又留信何用 平云公主的眼池 欲皱害羞 心 也一如那信尖般 被撕得粉碎 怎么 小姐要走 无忧倒觉 差人 她只身一个女子 千里而来 却怎样突然要走呢 可是 家人刚刚来报 说二哥 已经报完了事情 就快要回来了 平云公主 唇角强牵 却是无奈的神色 是吗 那 我就更该走了 无忧 秀眉微促 提出了她言语间的轻仇 却不解 那黯然消速的眼神 为什么 小姐此来 不就是要接二哥的吗 平云公主苦笑 眼中的波光 更加离散 是啊 就是来见她的 可也许 这就是命吧 他们本就是 不该再见的人 不了 夫人 也 也不必告诉她 我来过 无忧秀眉 微促 更是难解 但 她运红了的双眼 却显示 刚刚哭过 小姐 你 夫人 您说过的 缘分莫强求 和夫人 说句实话吧 我 与李世民 只有一面之缘而已 甚至 只说过一次话 而且 还是不欢而散 故 也许我们早已注定 是这辈子 都不该再见的人 平云公主 说得怅然 意思看透了许多般 轻波流泻 无忧知她 定欲变古 浅叹一生 自不再做强流 既然如此 无忧也不强流小姐 可是 小姐 缘分既定 如果是你的 也便没有什么 该与不该的 无忧 还是会告诉二哥 小姐来过 夫人 平云公主 似有惊诧 但指一瞬 便抹在了 商妙的眼中 她自小 长于深宫 与人中 无所不用其极的 见得太多 无忧的淡然 反令她不是 真的不必了 夫人 她也许 根本就想不起 我的样子 或者 或者 根本不愿想起 无忧 灵谋看她 却莫名感慨 她不知道 她跟李世民之间 是怎样一种 无奈的关系 但 她的眼神 却亦令自己欺伤 那 小姐之身一个女子 路上要万事小心呢 嗯 多谢夫人 平云公主 点头而应 眼中 波水已明 竟也引了些许笑意 夫人 现在 我终于知道 什么是 纯如净水的女人了 无忧一正 眉心微明 似她 雨中的深意 可举谋在望 平云公主 却已叹息着 彻眸而去 滑色的衣媚 飘扬在微凉的风中 竟有险的孤漆 无忧 不禁隐眼而叹 世事的难料 恐就如这寂寂凉风般 拂过了 便了无痕迹 李世民与突厥 谈妥细节 却不肯逗留 而是迫不及待的 要回太原 阿丽纳烟 纵是用尽其数 却也不能多留她 哪怕半日 便只好默默地送她 直到边境 也未曾言语 公主请回吧 这里已经是边境 李世民乐江驻马 望向了阿丽纳烟 可阿丽纳烟 却是力猛冷至 默然看她 哼 回不回的 由我自己做主 你自管走你的 反正 要你多留几日 你都不肯 又何必管我 李世民美语轻说 他并非不解风情之人 自能提出 阿丽纳烟不舍的情怀 但 他又怎知 感情是容不得丝毫拖拉的 他越是如此 自己才越是会走得 更加坚决 公主 您是个爽快之人 那么 客套的话 市民 也就不想多说了 实不相瞒 市民之所以不肯逗留 只因市民知道 在太原 我的家中 正有一个女人 如我牵挂着她般 牵挂着我 那种心情 像公主 还尚不能体会 哦 阿丽纳烟 微微侧目 是吗 可我听说 你们中原男子 从来都是三妻四妾的 不知 李二公子 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啊 让你牵挂 和牵挂你的人 又有多少呢 李世民 唇角一千 却是淡然的神色 公主 市民现在 还不是其中之一 但以后 许就是了 阿丽纳烟 谋色利宁 转手看她 其间 更似有细浪微疼 那么为什么 那其中 就不能有我 李世民一笑 指她定然心有不甘 侧目看她 却仍是淡漠的神情 公主 不错 男子三妻四妾 并非易事 但公主可知 在一个男人心里 即使是三妻 即使是四妾 也始终会有 最真实的一个 而市民最真实的那个 已经找到了 况 公主艳若方桃 今之欲艳 李英去找寻 最真实您的那一个 又何必委屈了自己呢 最真实我的 那一个 阿里纳烟 眉心浅索 似有感慨 那 要到什么时候 才遇得到呢 李世民转手 拉紧了缰绳 却是 谐然一笑 也许 也许不用太久啊 或者 她就已经在公主身边了 在我身边 阿里纳烟 明媚看她 思她意味深长的话语 似有所觉 欲追问 可李世民 却是嘴角一扬 别过了头去 公主 世民严禁于此 还望公主明白 李世民并未给她开口的机会 她知道 如果巴卓是真心对待阿里纳烟 那么 相信阿里纳烟 终有一天会明白的 但此时 自己若是要说了 也许 反会令阿里纳烟反感 一说不定 那岂不就罪过了吗 故便吊转了满头 扬边而去 只卷起了一阵薄纱 迷蒙着阿里纳烟 迎水的魅眼 阿里纳烟凝望着她 却更敢哀伤 难道 自己真的错了吗 第一次心动 就表出了情怀 还是 她根本就是一个 爱不到的人呢 又或者 只是缘分未到 实际未到呢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大唐风月 李世民顺利地完成任务 终于回到了太原 自使先向李渊 讲述了谈判的大致过程 只惹得李渊 笑逐颜开 四眼一下子 信心百倍了起来 向现在的他们 目兵顺利 外忧一缓 已是万事俱备 只待号令了 向李渊交代过一切 李世民便兴冲冲地 向回走去 许久未见无忧 心中竟如顶沸般 百味俱出 期许思念的情绪 染如飞雾 迷迷茫茫地 从流于心 竟是难尽笑意 李世民进到屋中 却拢住了层层喜色 环顾着四周 也不见无忧的影子 心中不免一沉 旁边的侍女见了 赶忙过来回话 啊 夫人一早便带着小叶出去了 奴婢 奴婢也不知道去了何处 李世民眉睫一脸 却更敢讶异 无忧是很少出门的 况自己又早已传回话来 今日便回到家 她又会去哪呢 心中不免有些挂念 去到高家看看 要是夫人在 就说我回来了 李世民一时 也就只能想到高家了 丫头赶忙应命去了 可李世民心里 却似云涛般翻腾了起来 本事兴致盎然的 到一下子没了情绪 夫人 咱们该回去了 今天二公子可是要回来的呀 看着无忧不紧不慢的样子 小叶不禁催促了起来 可无忧却摇了摇头 不用担心 如果二哥知道我是为了救人 是定不会生气的 放心吧 可是咱又不认识他 小叶望了望床上的重伤男子 却撇开了绣眸 似比无忧还要着急的样子 无忧一叹 倒换了泽他的神色 小叶 怎么可以这样说 这位少侠伤得这么重 难道你要我见死不救吗 可是 好了小叶 快去催催 看药煎好了没有 无忧温书地打断了他 可小叶却是站着不动 小叶是无忧的陪嫁丫头 她的心思 无忧自然了解 好了小叶 你去把药端了 待他醒了 你便要他服下 我先回 还不行吗 小叶唇角微勾 这才是迎然的一笑 哼 就是啊 难道夫人就不想二公子吗 还不快去 无忧脸上一红 催促着娇称 小叶灿然地笑笑 赶忙去了 无忧轻叹 倒也是无奈地垂手 她怎会不想呢 自李世民走后 她的心便也随之去了 深夜剪竹 尘挑梨花 尽无一夜安眠 知她回来 更是欣然地整日严妆 可今日一早 客栈的掌柜却遣人来报 说此人的伤势沉重 若是再不行转 恐便要不行了 掌柜的生怕晦气 便要无忧赶快来此 无忧这才一早就出了门 无忧正自沉思 床上之人却倾壳了一声 无忧侧眸看去 体观那人的脸色 肆意有了些许红润 少侠 少侠醒了吗 无忧轻唤 拿出手帕 轻视着那人脸上流肾的汗珠 刚刚触及 那人却是猛然地睁开了双眼 眸色冷明 惊悚地望着无忧 无忧心中意识一惊 那人黄黄的神色 竟显得争鸣可怖 不觉间 手帕便飘落在了那人身侧 无忧物字地定下心神 矮然望他 少侠可感觉好些吗 那人惊恐之色仍是未消 似那令他重伤的情景 还游在眼前般浮动着 你 你是谁 或者是 这是在什么地方 那男子只说一句 便捂住了胸口 顿生痛苦之色 无忧赶忙嘱咐 少侠伤得不轻 可不要乱动 是你救了我 那男子的情绪 似是稳定了许多 也像是回想起了什么 悠然地看他 无忧只是轻点着头 淡淡地笑着 嫩粉的唇角 迎勾着唇然的痕迹 灵动而安详 矜持却不冰冷 难道他竟是仙女吗 不觉间镜子呆住了 这时恰巧小叶端着药 走了进来 见那男子半卧在床边 眼睛却不安分地紧盯着无忧 镜似一副登徒子的样子 心中反感更深 哎 你做什么 这样盯着我家夫人 你家夫人 那男子似是惊觉地回过神来 差人地看他 小叶却没有理他 而是转手催促起了无忧 哎呀 夫人快回去吧 这人也醒了 掌柜的也就不会感人了 哎呀 他交给我吧 您快回去等二公子 无忧点点头望向了那人 那 少侠 我还有些事 就先走了 你好好的在这里住下 养好伤 不必担心费用 等一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书演播人员有 因为 五一先生 后期制作 唐三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请您点赞留言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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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留言